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所有现场的来参与的好朋友 包括政府单位的代表 包括待会要提醒提问的网络媒体代表 包括现场的平面及电子媒体 还有所有在网络直播前面收看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来参与国发会online第一发 自由经济示范区沟通会 这是一个很具指标性意义的活动 因为对于不管是国发会还是对于政府来讲 它都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是过往比较没有接触过的 接受网络媒体的提问 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网络提问的方式 接触一些过去政府单位 比较少接触到的政策建议的面向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当然希望它不只是第一步 希望可以一直不断的再继续的进行下去 就是有赖所有今天来参与的朋友 继续的参与 以及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监督政府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参与的 来的这些 有哪些人马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首先呢 在政府部门出席的 这个部分呢 有非常多的政府部门出席 那最主要的两位为各位介绍 第一位是国发会主委 管中理主委 另外是农委会的主委 最近很红的陈宝基主委 两位主委很辛苦 今天会主要来回答各界提出的问题 但除了两位主委之外 其实今天现场 也有许多政府部门的代表 包括有教育部 卫福部 交通部 经管会 经济部 内政部 环保署 跟劳动部 今天都有代表在现场 所以 Dypr现场的这个 网络媒体的朋友 如果有 针对他们这些部门 相关主管的事 这个业务的部分 也请尽量提问 他们都会在现场 做比较细部的回答 我们在Dypr有一个阶段呢 是开放 邀请 其实不是开放 是邀请了 许多的网络媒体 的代表到现场来做提问 那么今天到现场 网络媒体有包括 上下游 news and market 新闻市集 公民行动影音 记录资料库 民报 有误报告 卧槽 watch out 呼叫政府 风传媒 动建国际事务评论网 报局 环境资讯中心 关键评论网 Ampost 公益交流站 Pong Node Tech Orange 总共有14家 网络媒体 都在现场 所以待会儿也会 为各位来 向政府部门提出问题 有关这个 自贸区的问题 资金区 对不起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问题 同时今天的活动 全场 是有网络直播的 负责网络直播的单位 包含有 公民 摄影 守护 民主阵线 英帝 大地 卧槽 watch out 以及 bookshow 说书会 这四个单位 负责今天的网络直播的业务 所以 在网络的部分 今天参与是非常的充分 那么今天的活动的 主要的行程呢 分成几个大项 尤其是在提问的部分 有三个大项 先为大家来 大概 阐述一下 一个是 在这个国发会近期 他所举办的说明会当中 会先有 做了一些整理 在说明会当中 比较常被提出的问题 近期说明会提问的中 的回复会有一段时间 接下来会有网路上 我们做票选 网路票选的前30名 网友的提问 就是他们在网路上 有人提问 有网路上所有网民来投票 投票前30名高票的 这个问题 我们会纳入今天的 这个提问的范围 在第二段的提问来 给现场的政府单位的代表回答 那最后还有现场的 网路媒体的提问 以及现场的回复 程序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在开始问答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请主办单位的 这个管中领主委 先来代表主办单位回答发言 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晚安 今天是个很特别难得的机会 首先要谢谢主持人德赞 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今天主要的目的 当然是我们希望尝试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过去课的方式 跟这朋友们的相应 主要是年轻的朋友们 做直接的沟通 我想这不仅是国发会的第一次 可能也是政府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们希望这样的沟通 会是一个更直接 更有效的方法 整个的出发点 当初是来自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由经济示范区 作为一个政策 已经推动了很久 试范区的特别条例 送进立法院也有五个月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最近的新闻 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是受到阻碍 当初我们其实已经 学到一些教训 就是看到政府的政策 在很多方面 没有得到民众的认识 甚至大家这么不理解 这上面在做一些什么事 所以我们从很早的时候 就在各地 办了许多的作明会 说明会 座谈会 但是几乎就像过去的 那些说明会 座谈会 它是没有效 或者说它对很多的 广大的群众或年轻朋友们来说 这些说明会 文宣 折业 几乎都没有到达 大部分人的年中过而中 所以我们从国发会 很早就开始 注意到这个问题 也希望做一些改变 除了我们在网路上 做了许多努力 我请我们的同仁 主要是透过年轻同仁 不是透过像我这样子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就也请同仁来规划 像今天晚上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希望能够用大家年轻人 现在更熟悉 更直接的方法 能够了解我们 我其实不太认为说 靠一次的这样子的聚会 或沟通 大家就已经从此去完全毫无疑问了 但我相信这样子的沟通 是一次的活动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 今天不管办的成功 整个过程中间的一些经验 作为未来再继续改进 然后我们也希望 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得到更多 网路社群朋友的支持 能够用这样更直接的方法 把你们的意见传达给我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意见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 我一直都相信 更多的了解 能沟通和来往 一定是大家可以 更互相合作的一个开始 那今天的活动能够成功 我们要感谢非常多的人 TileX 让我们使用这个场地 还有今天负责网路直播的社群 还有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媒体 不管是电子媒体 网路媒体 非常谢谢大家 我希望今天顺利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下方 谢谢 谢谢管主管 其实考验才刚开始 今晚会有很多各方的声音 待会不断地讨问你 所以辛苦了 接下来呢 因为在网路的直播的电脑前面 要有许多的朋友 他们可能对于这次的主题 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由经济示范区 它的内涵跟它的缘起 也许还没有那么清楚 我们开始会先用一点点的时间 来我们请到国发会的两位同仁 来为大家扼要的 来介绍一下这个资金区 它的来龙去末是怎么回事 大概背景的知识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现在邀请两位 就是国发会的马光复以及 拜扬请两位同仁 拜扬请两位同仁 在场的媒体朋友 还有电脑前面的网路项目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黄富 这位年轻正妹是少奇 大家给我们十分钟 我们给您完整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小型直到现在台湾有好多好多的园区 不管是加工出口区 科学园区 还有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是台北市的中正区 那么多的园区跟区 我们现在政府还在积极的推动 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们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跟需要 要在现在推动示范区呢 方言全世界各个国都在手牵手 搞脚圈圈当好朋友 为什么只有我们台湾被秉住在外呢 再看看我们最爱你的韩国 他们已经签订了10下FTA 涵盖48国 而我们又和哪些国家当好朋友呢 再看看我们的产业 产业转型升级是一条必经的道路 而示范区就是通往产业转型升级 一条最好的 如果说示范区域对台湾那么的重要 示范区域对台湾有那么的必要性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直接全台湾一次推动 不要选择小规模小地方来试行 之前的悬运相信各位乡民都还记忆流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呢 就是因为想全面开放 显然大家还有无虑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透过示范区域做一个小规模的事情 效果好扩大的推动 出问题马上来看 没错 这其实就跟大家买太阳饼的概念是一样的 买太阳饼老板会先给你们一块试吃 试吃以后觉得好吃 大家才会心甘情愿掏钱出来买 示范区就是这样的适用的概念 好 既然决定已经要做示范了 那我们示范的对象是谁 我们示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我们要向世界宣告 我们有开放的决心 把门打开 欢迎世界各国走进来 我们不要让我们国内的厂商知道 我们有改变的决心 会让我们的进入环境变得更友善 那出走人人回来 让在这里的人继续留下来 我们还会让我们的产业 看到具有钱真性的发展会带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就是 主委常常告诉大家 示范区强调的是 法规松绑以及制度创新 所以说我们不会在示范区投入大量的资源 去开发新的园区 去开发新的土地 这一点呢 请各位乡民朋友牢牢记住 谢谢 再来我们回到国际化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台湾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 我们很多的制度很多的规范 其实都已经够国际化了 所以我们还要借由示范区 在做什么更进一步的开放呢 我们要从WTO迈上WTO Plus 大家都知道 我们想要加入很多的区域T组织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需要参考像是美韩欧韩 等等高规格FTA 看看他们开放些什么 让我们的法规更加的接口国际 所以这是在示范区当中 我们开放了外国律师 会计师建筑式的投资规范 让我们的产业更好的学习机会 让我们的法律接轨不及 好 那我们就回到国内法规的问题来说好了 我们都知道台湾解研已经快30年了 民国76年的时候台湾解研 那时候少庆出生了吗 还没演 你看看 你看看 经过了30年将近30年的法规中法 台湾的自由化历程 现在的法力 应该已经给企业一个没有阻碍的法力环境了吧 来来来小民们来批语批语 你知道吗 在台湾就算你和小螺师一样厉害一样神 通通不能来 因为没有大学毕业 小民们 你真的觉得我们的法规已经够了自由化 够开放了吗 其他的像是货物进出还有官物等等 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更便宜 还有一个部分回归到我们国内的产业 大家都知道台湾产业发展了几十年 台湾已经有了世界知名的像是HTC 像是大力光这些知名的品牌 这些厂商呢 他们的创新能力其实也都得到了世界的肯定 那我们的示范区 政府还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提供什么样的创新呢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台湾有用力的地理区位条件 还有很好的制造能力 既然如此 让我们要透过示范区给产业一个好的环境 他们就能够共发更多的创新能量 去创造出很多更新更好更棒的能源模式 是的 就像刚刚绍琴告诉大家 提醒大家的台湾有有约的地理位置 台湾有很强的制造技术 我们单单把制造技术跟地理位置 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相信台湾的物流产业就是可以在示范区 提供更创新的经营模式 是的 就像示范区想要推动的智慧物流一样 所谓的智慧物流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物流基础上 可以用上资讯系统的辅助 让我们的物流进行更为顺畅 有了顺畅的物流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前面后层的模式 从外国进口一些原物料零组件 到我们的区外外加工之后 再富裕到云的示范区内 再出口到全世界 如此一来 区域内外的厂商都会能够因为示范区有受益 这里还有跟大家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说 少庆提到的前面后厂模式 我们就拿物流产业来讲好 物流产业的前面后厂里头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 其实它有85%的厂商 都是所谓的中小企业 大家都很明白 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根本 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命脉 透过示范区前面后厂 可以让中小企业的老板赚钱 老板赚钱的话 中小企业的员工 他们有稳定的工作 他们有稳定的订单 对他们的薪水也一定有比例的提高 这就是示范区前面后厂可以带给台湾的好处 再来 少庆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台湾最优秀的人才都喜欢去念什么 医学院啊 没错 优秀的人才喜欢念医科 我们台湾也有最优秀的医疗技术 在国际之旅的 我们竟然有那么优秀的人才当医生 那么优秀的医疗技术 在世界之里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我们来赚阿多哈的钱 是的 国际健康产业就是希望利用我们台湾 幽命的医疗技术来赚外国人的钱 但是我知道大家一定有益 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救育权利呢 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在推荡的时候 我们竟然提出了健保的使用 而且他的益域 还会够推到我们的健保制度当中 让全民都受益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一卡阿多哈来看病 他不只会看病 他可能需要租书 他可能会进行购物 他还可能进行观光 所以会带领他的周边效率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 他还能够带动像是生计 制药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让我们的产业更加的茁壮蓬 再来看看大家最关心最care的农业好 陈主委今天也在场 大家都知道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万一我们把830项 现在不能进来的大陆农产品 一股脑的全部把它丢到示范区里头来 那这对我们全部的农民来说 会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不不不 农业价值就是需要 那就是要应用我们台湾很优秀的农产品加工技术 过去我们虽然用好的技术 可是原料不足 所以它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挥 现在通过示范区 我们扩大了一些可以进口的影像 我们可以进口我们台湾西手的原物料 但是画面上看到的有西兰奇果 再在外上国内高优质的原物料 再配上我们的优质加工技术 就能够创造出很多更新的产品 让我们扩大我们的农产品的需求 加会我们国内农民 金融服务的部分 大家应该要注意到 前一阵子呢 美女董事长李基珠小姐 她在媒体上告诉大家 示范区纳入金融服务业以后 创造了好多好多的就业机会 也为政府增加了好多的税收 让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 是的 金融服务它主要开放的之下 OBU和OSU这些针对外行人士的业务项目 在业务项目拨大之后 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人才 来投入金融的服务面 根据国际 今年就可以增加2万人的就业的事 项目们 你们所需要的高薪工作机会 就在这里 最后一个部分是教育创新 大家也都有看到报纸 蒋部长呢 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说 现在已经有七所知名的国外大学 准备跟台湾的大学 来进行教育创新的合作计划的 同时把这个消息让大家知道 教育创新 我们希望吸引到国外的知名大学 来和我们国内的金融大学 进行合作 他们可以开设的跟校 或者是退出了专业特程 学分课程等等 让我们的学子 不用出伍员们 在台湾 一样能够受到高品质的教育 小朋友们 你们说这个棒不棒啊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最后最后 我们就用两个 现在实际在台湾正在发生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说明示范区的好处 第一个呢 是现在在台北港已经进行的 前天后厂 汽车组装的模式 很快的告诉大家 台北港里面的物流厂商 从日本进口30%的汽车领主件 剩下70%的汽车领主件呢 就由这家物流厂商 委托师范区外头 所有的协力厂商 用MIT的品牌 MIT的零件 把剩下70%的部分 结合起来 组装成一台汽车 这台汽车呢 再回到师范区里头 由这家物流厂商 直接把这些汽车销售到 跟日本下订单的这些货架 这样的营运模式不是政府讲出来的 这样的营运模式呢 是厂商他们懂得应用台湾的 基本的优势 基本的利益 我们看这个模式 它发展出来的 它带动的 不仅仅是物流产业 它后面的协力厂商 都是中小企业 都是制造业 也因为这样的模式呢 让他们有稳定的订单来源 让他们增加了自己的曝光度 知名度 也让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 有稳定的就业机会 而且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除了台北港的汽车组装模式以外 我们在台中也有面板产业 我们在南部的高雄 也有专游平台的组装 其实也都是运用这样的前电后厂模式 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陈主委常常告诉我们的小鱼小虾地大工 所谓的小鱼小虾就是很多人家中都有的观赏鱼虾啦 过去我们虽然有幼稚的养殖技术 也是因为受限于国内把规 我们能够进鱼 鱼种品相比较稀少 造成我们的厂商在进行国际竞争的时候 总是居于劣势 现在透过试探区的开放 我们能够进鱼种变多了 这些叶子呢 它就可以进行这些鱼种来进行鱼种的养殖 分装在销售到世界各地的争取到更多的订单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你养一条鱼 你当然会需要很多的设备啦 你会需要鱼钢 灯罩 打气设备 鱼种子饿也需要吃饲料 生病也需要食药 如此一来就能够对动带动责业和产业链的发展 让所有的厂商都因此受惠 还有啊 平东农业生技园区的厂商也告诉我们说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小鱼小虾 小鱼小虾还是鱼苗虾苗的时候呢 它了不起就是一个大概七十块新台币 但是呢 等到它长大成熟了 一只观赏鱼或一只观赏虾 它甚至可以卖到美金两百块 哦 六千块新台币 没错 这个六千块 就是农业价值产生出来的高附加价值 这也就是农委会一直想要在台湾推动的 高附加价值的新农业价值链 这样子的农业经营模式 其实是可以让台湾的农业升级 对既有的农业其实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小民们 你们觉得这样的政策不好吗 最后最后最后 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台湾人是很勇敢的 我们台湾人不怕开放 我们也不怕外面的挑战 我们怕的是什么 我们怕的是机会 所以来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师范区提供了一个很优质的营运环境 师范区提供了很多的法规松绑和制度创新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支持师范区这个政策 让政府跟企业在师范区里头努力 大家一起运运台湾好像伟大的航道 谢谢大家 谢谢 麻东书及戴绍晴 两位 我都没有想到现在当公务员还要先练漫才 来来来来来 这个我们来 我们为大家来报告一下 现在呢 有两位新的伙伴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网路媒体的行列 分别是台大新闻议论坛以及PPT国家研究院群 待会也会加入我们网路媒体提问的这个阵容里面 OK 那刚刚的这一段呢 是官方说法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来提问题 有三种不同的提问题的方式 把细部的问题都能够讨论清楚 首先 接下来就要进 开始进行第一个 第一段的提问的方式 就是说呢 国发会近期办了许多的说明会 在这些说明会当中 整理出了一些 比较常被问到的问题 在第一个部分 先为大家来做一些解说 那么由我来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 有很多人担心啊 这个资金区呢 它是服贸 服务贸易协议换了一个衣服之后 再重新上市 服贸2.0版 或者是服贸的后门条款 那政府这边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它跟服贸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上面容许我来先回答 这事实上是我在很多地方都碰到的问题 我可以很简单的说 根本是两回子 是 服贸不明思义 它当初的全名叫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可是自由基地示范区 是一个特定实体示范区 或者某些产业试点的开放 所以一个全面开放 跟一个部分开放 就是它根本上合同 还有大家注意到 在讲服贸协议之后 我们常常提到说 服贸协议有助于我们的产业走出去 比如说争取大陆市场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 着重在我们在向外可以得利的 可是示范区是希望能够引进国际的投资 增加台湾的经济动作 创造台湾就有结果 所以一个面向国际 一个面向两岸 一个是部分开放 局部开放 一个是全面开放 一个是希望帮产业走出去 一个不是希望把国际的投资带走来 这是三个根本上 是 第二个问题是 许多人担心 这个自贸区 自由经济贸易区里面 有关环庭 以及土地征收的问题 那自由贸易示范区 是不是不需要环庭 或是环庭是特别简单 所以导致它效果不好呢 还有征收土地的问题 会不会造成有些特殊的 原来蒙利 以及土地征收 现在有些 执疑不公益的状况 会出现 好 这也是我们 不仅是在平常接到人家的质问 在立法院主持的公听会上面 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先针对环庭来说 第一个 环庭的标准 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官 我特别要说明的 所谓特别条例中间的规定 如果特别条例中没有写的 就一切就是回归现有规定 所以我们上面没有特别提的东西 一定是到现有规定 现有规定 怎么做我们只保败 那中间 唯一 我们在中间跟环庭有关 主要是环庭程序的减化 不是环庭标准的降低 那环庭程序的减化上面 其实在新的一个条例中 本来就有提供 那我们现在又明确规定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这程序减化 第一个 污染总量能不能变 但是我们还又考虑到说 会不会有人用别的方法想办法偷渡 所以我们甚至明确规定 你要引进的产业 必须是服务业 服务业通常不会是一个污染性产业 这样子就是要避免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是污染性的制造业 用了别的方法偷偷放进来 这是有关怀的 我再重述一点 就是在标准上完全没有降低 只有在符合了 我刚才讲到总量不变 引进式服务业之下 才允许你可以在程序上解化 而这个解化 本来就在建筑于我们现有的条例之中 土地上面是一个我特别要说 请大家绝对放心 请所有的乡民放心 不会有任何土地、圈地、征收的问题 事实上在公厅会上 许多学者参加 会当初我们的条例 最先的版本 有这些东西 表达了非常大的疑虑 所以我当场就承诺说 后来我们会减短 后来我们和我们互惠同仁讨论过以后 我们觉得为了减少答应 我们回归所有现有的制度 我们把它都全部拿掉 那这个事情 后来我也跟参加公厅会的学者参加 都说明了 就大家可以注意到 有几个本来土地上很坚持的一些学者 看他后来都没有再出来讲 这上面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 不会有这样做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有关租税方面 试办区里面对于试办区内的产业 会有减税的措施 那这个减税的措施 会造成税收损失 或者是跟没有在试办区里面的产业 产生不公平的竞争 这个租税方面严格讲 我们这是几乎 因为我们强调说 我们主要是在 事情法规松绑的创新模式 所以几乎跟税收的地方 大概只有三项 三项中间形容一下 其实就是完全沿用 原来自贸港区已经有的条文 因为我们现在是 示范区中间已经包含了自贸港区 而我们的自贸港区 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 有关这个租税上面的东西的条文 也已经执行了五年 最近上面不是一个新创的东西 是这个五年 过去有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走 另外一部分呢 纯粹是希望让海外的台商 便于把他在海外的钱 挥回来投资 最近上面是有个严格的限制 就是海外他要把这个钱 汇回来 一定要进行实质投资 而经济部队怎么样认定是实质投资 包括欠载准备方案 他有非常清楚的经验 不是说把钱汇进来 他就可以享有监民所得税 而是他必须要实际要建厂 他要雇佣员工 甚至要把符合一定的比例等等 全部都要做到 才会享有 接下来这些钱为什么不回来 他支持他 我那已经曾经很多年 他说我在海外新股赚很多 我会台湾什么事 还没有开始做 你就先克掉我百分之十七 他觉得这样不公平 那我说那你现在回来 你只要再做投资 我们可以 但是有一点没有变 政府当初新股 推动了很久的最低税负 最低税负不影响 该付的最低税负 就是基本的 付税的 我们期待他能够 为我们的财政上付出的 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 是不是相对来说 是吸引服务业的人才 那事实上是 特别规定 一定要是国内欠缺 而且所急需的人才 才能够享用 实际上只有三小 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关 示范区的特别条例草案的问题 那许多质疑里面有很多 对于行政机关的这个授权 太多了 那之前曾经有承诺修正 但为什么 现在订阅审议的版本 依然还是有这么多授权的条文 我想 我猜想这两个东西 其实不是同一件事 我先说这一件 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中间 立法中间 本来就不可能说 一个东西在一个法条中间 巨细迷移的权负定完 第一个 那个工程太庞大 然后 旷日费死 所以本来 多数的法条中间 一定有某些授权行政机关 可以去定司法 但这个司法都一定有要求 它必须还是要送立法院美筹 所以还是在立法院的监督之下 好 示范区特别条这个空白授权多不多 按照宪算 大概是有33项空白授权 我们总共有73条 中间有33项空白授权 从比例上来看 它跟我们现在那个食品卫生 那个法 跟我们的贸易法 跟我们的产创条例 从比例上来看 还低 实际上他们的 空白授权在总条例的比例 比我们这个还高 如果单纯就条文来看 大家都是知道金融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 可是在我们的金融相关的法院中间 包括证交法 包括银行法中间 它的空白授权 严格讲 不叫空白授权 就是授权在必定执法这上面的话 它的授权的东西比我们这个东西还要做非常稳 大家不要忘记 金融业已经是一个高度管制的 都有这样的授权 所以这本来是立法体力上就有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市场就特别条例 突然跑出来 很快给我下来说这一点 其实很多人是说 是我当初承诺说 土地的部分全都拿掉 那就有人抱怨说 那为什么现在立法院还是在审旧版本 跟大家报告 这纯粹只是程序问题 因为这个法案已经从行政院出门了 送到立法院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赶这个 对话说我东西送到你家 我不能去把你东西赶掉 所以我们这次请另外一个人 把新的修盾东西再送到你家去 送去的就是国民党立员党团 而且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 立员党团完全接受 法案本身已经躺在委员会 只要立法院的委员会开始审查 审到某一条 比如审到土地原来那条上 他就得考虑看我们的案子 所以那是逃不掉 而且我们因为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修法建议 是请立法院提出来 所以内上面不会坚持 去如同坚持我们行政院版本要去坚持 这也是我刚刚说绝对不会有那个土地争受的问题 接下来就有关农业的问题 资金区的会开放八百多项受管制的大陆农产品 进入国内市场 对本土的农业造成冲击 这是真的吗 这不正确 我们八百多项的管制大陆农产品 到目前为止在自由市 经济市场区的这一个 厂商里面是没有人在申请这样子 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语言 就是进入国内市场 刚刚就讲了 自由市场区是一个特区 进来外销不会进到国内市场 那对于本土农业取代国产的这一个农产品 我们在自由市场区里面是农业加值 不是农产品加工加值 所以我们在自由市场区里面农业加值 包括很多生产过程的农业技术商品 就像我们讲的跨域整合商 的一个观赏鱼 除了鱼本身之外 我们还从全世界进口非常多 台湾没有生产的鱼 然后加上我们的水族箱 我们的LED灯 我们的虚传系统 还有鱼饲料 就是一整套的变成一个 扩大的一个比 台湾的农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早期的农作物 一直到后来近几年的兰花 一直到近几年的农业生物技术 这都是一直在转变 自由经济摄范区 是要把我们的农业技术被看得到 商品化被接受 所以这一个会影响到本土的农业 其实不会 完全不会 接下来还是有关农产建议的问题 大陆的这些原料 它进口的时候 需不需要我们这边的检验的检疫 然后它的方式是什么 加工之后 挂上MIT的品牌 会不会造成台湾的品牌价值受到影响 不只是大陆原料需要检验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进口的原料 都需要检疫跟检验 这个经济示范区 并没有开放任何检疫跟检验 跟现在不同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聚焦在 大陆呢它们会怎么样 MIT它有一定的规范 我现在问各位想 你去喝Starbuck Starbuck是哪里 美国 美国有没有产咖啡 没有 为什么它会变成你一直在等于咖啡 最近雷神巧克力在日本 日本人会产可可 从来没有产可可 台湾进口全世界的原物料 然后在我们这边加工 然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去 这是一个让我们的技术可以商品化 我们看到一个兰花 看到现在的水果非常的漂亮 我们只看到这个商品的价值 这个过程里面许多技术 其实是有价值 先进国家的许多农业技术 产品化以后 它就变成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农业价值其实就是在陈述这一件事情 来成就把我们台湾才能好的农业技术 被世界看得到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一定是检疫检验更加严格 不只对大陆 况且大陆现在为止 并没有申请任何的830项进到这里来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 越南的 印度的 我们现在进口印度的原物要最多 印度的一样需要检疫跟检验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一直在想 大陆好像会对我们怎么样 其实在这个自由进行事乱区里面 他们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没有的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段先进行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是 就是我的责任啊 要为大家来进行下一段 我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会给各位介绍一下接下来进行的方式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段呢 是要把30个在网路上面投票的问题 拿来问政府部门的这些代表 那么 待会呢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手上应该会有问题的 这些问题的这个列表有吗 没有啊 没关系 现场朋友跟网路前面的朋友 待会都会在萤幕上 我们这个投影的萤幕上面 看到他们的问题 那由于网友提的问题 他的结构不大一样 有的人的问题 非常的简单 一句话就把他问完了 那有的人的问题呢 比较复杂一点 他可能一个问题里面有 8到9个问题组合起来 那这个 我们今天进行的方式会是这样子 我会从我的角度来做整理 然后跟政府单位的回答的代表 用对谈的方式来问 那么 当然现场的网路媒体的朋友 也可以监督我 因为你们都看得到 原来的这个问题的状况 如果觉得有 我整理的觉得有 loss掉的地方 有重要的问题 我没有问 那待会在这个 网路媒体实际当中 也可以随时的这个补充来问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段呢 第一个问题 大家都看到上面了 就是 在资金区 应该说现在要投资台湾 依据大陆地区人民 来做这个办法 也有些限制 包括独占寡占 国化上敏感性 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金融稳定 等等的限制 那这些限制 资金区里面 也会有大陆的资金来台 来台湾的资金区 这个资金区投资 谁来决定 是不是独占 谁来决定 有没有敏感性 谁来决定 对金融稳定 有没有活力影响 谁可以保证 如何保证 这个决定 能够真正做到 严格办法 首先 因为上回 刚刚有些细节 我都不讲 但是政府中间 对这个 路资来台 它是有一套 审格的作业方式 中间是会有 各部会参加 甚至包括国安单位的人 参加 会针对它 这中间可能对 国内的经济各方面 产生的冲击 中间它会加益 所以这上面 它其实 我们并不是今天 才有路资来台 我们本来就有 那我这边 可能要特别说 这个问题 在我来看 它不是跟市败 它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 市败局 就像我刚才讲 它不是一个针对路资 可是国内 开放路资来台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像过去 大概 路资来台 也只有六成 能够通过什么 就是政府中间 还是一套 筛选的机制 用这个方式来评估 它在经济上 国安上的 可能产生的影响 所以筛选的主管机关 是哪里 是经济部 是经济部筛选 那它有联系会议 它有任何机会参加 对 在经济部主导 它找相关的单位 包括国安单位 都有 所以在资金区里面 哪一台投资的 你是一样 也是由同经部 来做主管 是 那过去的经验是 百分之六十 差不多 当然不是一定要比例 但是 过去经验 绝对不会是说 人家来去 一定放人家来 没有这样的事 是 所以 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说 政府 在这个法断上面 会不够严格 那对政府来讲 你要怎么说服人民 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排除了哪些 是 没有让人家来的 我觉得最重要像 对 国家安全有关的 那是一定 绝对排除 对公众安全 然后 我自己认为 它有一些东西 其实是关系到 比如说 供应链 或对整个 国民的健康 等等有关的 其实都正在排除之间 它不会让这些 的聚会力 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稳定 也不会影响到 国家安全 是 在人民有没有办法监督到 就是他怎么知道说 到底有哪些 我们放进来 哪些我们 我们可能没有可准 大家看得到 看到这个资讯 我相信应该是 经济不算应该是 看得到 它是什么都会公布 所以大家如果 有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上去查 说有哪些人 哪些资金有 但我这个可能 真的要沉浸一点 就是 大家不要认为说 整个房子有点都怪 他能一堆一点 说都摸在说坏事 不是这样 做的事情现在 没有人敢藏起来 该公布的时候 一定都乖乖公布的 好的 所以如果有人 有一位的话 可以跟经济谱这边 标准资料 它都是公开的 它甚至连 它要开放什么行业 哪些内容也是可以 都事件已经公布 而这个东西 本来就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是有一个许可办法 所以有一个行政 它一个开放什么项目 它每次会检讨 比如说这是我原来开放的 五十项 也许隔了半年一年 它又再加十五项 但这个东西全部都会公布 而且这中间 全部都是跟业者 协商过 大家也都同意 不是政府自己关 他们自己搞的事情 OK 所以大家主要注意 就是这个 是经济部主管 要资料跟经济部要 如果觉得 他们做的不好 当然也是 就是兼顾他们 给经济压力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分成 两个问题来问 第一个问题是说 有没有证据证明人民支持 我们加入GPP跟RCEP 而且这是一个 跟国际接轨有关的 因为政府已经说要 国际接轨了 那就算我们真的 要跟国际接轨好了 资金区的这个政策 跟国际接轨间的关系 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 其实我们过去 早在2012年政府 就有做明表 其实民众 显现超过六成以上 是支持我们 藉由参与这些 包括GPP之内 加入区域经济的整合 其实他注意到 前两天有个媒体 他已经跟美国的CSIS 就是 企业战略协会的 那个 那个 我们在受调查的 十一个国家中 我们是所有的 百分之百支持 我们参加这样的国际 决定 民众百分之百 是参加 参加哪一个决定 就是 才用 加入这些区域 才用 加入这些区域 然后我再说一下 这个 刚刚提到 资金区对于 国际结尾的好处是什么 首先 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说 因为有示范区 就可以加入这个东西 但我首先要说明一下 TPP和RSA 这个东西 它不是有一个清单 给你工作 你做到什么就是 它中间很大程度 是看我们自己 在开放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 在示范区中间 做了一些过去 几乎不太碰到的一些 法规松网的事情 其实希望借着在这上面 能够示范给 让国外的人可以看到 我们对开放上 是有想法 也有做法 但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保证 说我一味有示范区 就一定可以这样 但我们希望借着做这样子 让人家看到 我们已经在所开放 法规松网 希望一直得到这样子的 国际的认可 我特别要举越南当的例子 因为越南 其实在开放程度上 是远远多厚的 可是为什么 它可以在TPP 原因就是 我跟远多支撑官员 谈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 越南过去几年来 他们在开放上 做了非常大幅度的努力 所以被他们认为 是一个 考虑在 越南方的TPP中间 所以这上面 不是说 我们有哪个清单 可以去检查 而是在看到 市场被你多做 证明我们在开放 市场开放 自由发展的主要 所以这个跟 其实其他国家的 类似的 制度可能也会有关 应该会有机会 让主要来回答 那这个问题的第二段 是跟主权 比较有关系的问题 他是说 这个条例草案 就是资金区业条例草案 是中华民国的条例草案 吗 就是说 这个草案的主体 是中华民国吗 然后呢 这个草案涵盖的范围 包装包含 中华民国大陆地区 还是只有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呢 大陆人士是不是外籍人士 为什么可以立特别 我今天讲这边两个 好不好 这个草案的定性的问题 第一个 你问我是不是 中华民国的法律吗 我说 当然是中华民国法律吧 当然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 还有我们的法律中间 外籍跟陆籍是分开的 当我们上面写外籍 没有提陆籍 陆籍就是排除了 是 当然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然后 只包含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不包含大陆地区 对 依现在宪法的规定是这样子 那大陆人士是否外籍 你刚刚讲过了 其实在法律上是分开的系统 对大陆人士 入籍的人士的规定 对大陆人士 法律上本来就是这样子 都分两套 是 那为什么可以用特别法的方式来做 为什么它可以高于其他的 不那般的法律 其实 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 我们是在推法规中华自由化 一种做法就是 每一条法律都拿出来修 那场地起来大陆数十项法律 那个矿日费时几乎做不到 所以在用一个特别条例来统合这上面 排除那些法律的适用 事实上 事实上这事情变得比较好做 那过去在法律上面 其实包括我们什么治水啊 还有一些其他商品 其实都有类似 都是有一个特别条例 包括科学园区都是有特别条例 所以不是因为对中国大马拉EA 还是特别用这个特别条 我一直在说这是个国际 绝对不是组在大陆的 那大陆都是约一小块而已 所以过去的自由港区的部分 也是用这个条例方式处理吗 是 因为它是类境的概念 对对对 OK好 那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 第三个问题 畦闲 这个问题很单纯 为什么两岸协议建筑条例没有过 感觉起来这个意思 但是我猜到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兩岸結束條例沒有過 代表兩岸協議事實上還沒有辦法生效 那兩岸協議沒辦法生效的話 似乎中資就不該來 那你資金區卻沒有限制中資來 這有可能 其實我剛剛說 其實我們早就開放的路資可以來 才做一些投資 只是可以投資什麼資料要研究的關係 所以本來路資就可以來 所以本來並沒有什麼限制 限制了它們一些投資的業面 並沒有因為有了資源經濟示範區 這些業面就可以改變 事實上經濟部針對這上班做了一些調整 它也一定要等到 我們的這個 呃 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 之後那個東西才會生效 就等於說 大家齊頭並進 該修辭法 我同時要做 但是你這邊不通過 我那邊也不可能可以幹 就對上是沒有影響 還有一點 示範區自始之中 我們一再強調它不是一個兩岸的東西 其實它跟兩岸結束條例是沒關係的 對 它比較重視兩岸的部分 但你的意思就是說 現狀底下其實有一部分的募資在某些項目 它是已經可以來台投資了 來台投資了 那在資金區也持有這些項目可以 那現狀沒有的資金區也不會有 都不能沒有 這個我跟你講 大家現在注意到 原來不讓進來的東西現在還是不讓進 原來可以進的才能進 大家簡單講都這麼說 接下來這個問題其實跟剛剛主委回答的部分有關呢 ㄟ ㄟ OK 對不起 先這個 先這個 好 中國大陸跟台灣目前是敵對的 為什麼不能將中國排除以資金區之外 那為什麼中國都會有政治因素的投資 對於主管機關來說有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我想這上面同樣 我們本來就沒有入資 所以這個第一個問題已經回答了 本來就 現在就沒有排除 只是在業別上加了限制 那 中國大陸他來進行任何的 不管在台灣或在示範區 他有什麼樣的考慮 本來就是 應該是由我們的 剛才提到的審核機制來監看 我認為會影響國安的 影響公眾安全的 甚至影響什麼公民也穩定的 這東西都應該在排除跟限制之間 而過去經濟過在審查中間 我曾經當政府委員的時候 我曾經去主持過一些開放條例的限制 那的確是他們列入主要審查的標準 所以我真的要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其實對現在政府單位來說 我們確實認為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特別的 所以我們在審查的過程 其實也跟其他的 所謂的外部 就是不大一樣 對不對 所以由於這個特別 我們會更為小心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們要awareness 我們有意識到這個 風險的存在 但是採取了 比較嚴格的方式去審查 對 都在你講的百分之百 對 你看我們在法條上的外根路 怎麼看 不過今天外籍投資 我們幾乎已經完全不設限了 所以我們設限的全部就是在入資 就可以認定它是一個入籍資金上面 做了非常多嚴格的限制 這點請大家真的要了解 是 接下來第五個問題 這位你剛剛有稍微碰觸到 資金區條例目前還沒有立法通過 那既然還沒立法通過 意思就是說 還能不能做接下來的立法 因為如果人民通過立法 然後根本就不通過了 那就不能做了 對 那還不確定能不能做 狀況底下 為什麼可以先修改 修改了沒生效啊 所以 通過了才會生效 生效條件是怎麼寫的 那他有意思是說 等資金區條例通過以後 怎麼可能才能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對人民來說 他會有些疑問覺得說 你根本就已經準備好了嘛 你根本就 就是沒打算說 他可能有不通過的狀況 你都傳呵呵 我換另外一條 人家聽說你政府 那你要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這個事情準備好 等到這邊通過 如果不通過這個東西 就擺修了 如果通過了這事情 立刻可以上門 不是很好嗎 如果通過這時候也不能做 所以所有行政命令 都必須要等立法院審查 金區條例通過之後 還有東西都在立法院的監看 大家可以放心 謝謝你 資金區條例裡面開放的項目 是否經過審核跟評估 請說明一下這個評估跟審核的過程 並且我們人民要怎麼樣 得到這些評估的資料 這上面有幾種 有一些是大家一般喜歡看到的 就是說 我們說如果做哪些事情 可以因此產生什麼效益 這個東西 我們都已經有資料 可我猜想他這邊提供要問的是什麼 不是 是說我們到底考慮了一些什麼因素 決定做某件事 我猜想是要問這 這個審核評估應該是相對的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當初在國發會 規劃中間的開放程度 範圍是更大 那為什麼到今天初來是 現在大家看到的那個反轉要 其實我們在跟各部會討論中 各部會都有許多忽略說 這個可不可能影響到 某些產業 可不可能影響到我們社會 所以在內部中間的討論中間 其實已經 部會中間都已經盡到 非常嚴格的把關責任 那個審核其實在部會中間 其實已經做到很大的 然後中間已經消掉了非常多東西 然後在內閣會議的時候 我們也經過很多討論 為什麼我們整個推動中間 經過幾次的周折跟修正 就是因為內部本身都 有各種不同的討論 甚至到了立法院 我剛提到的公聽會 也給了我們很多東西 畢介之後 我們也決定在採納 所以這上面的審核或注意到 它可能的衝擊 不是每一項都是用電話進去 可是它在直話上 它可能產生的影響 我們是經過非常多次的會議 那根據委員會覺得 民不會知道 你們的中間的這些折衝 跟自我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直接修結 那民貴看不到 他要怎麼樣知道說 目前政府評估了哪些 那這些衝擊可能是什麼 考慮了哪些 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我們可以知道說 原來政府已經考慮了這些 然後他們認為是怎麼樣 我們是有一順非常完整的 就是影響評估報告 這個東西我們也都可以公開了 在哪個 在電金公布站 電金公布站 會網站上就可以找得到 我們上面有個特別列 到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地方 所以上面可以查到 那上面的影響就是全面的評估 不只是在這個可能產生的利益上 那最後一個其實是 剛剛有碰觸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授權的問題 那他裡面講到說 45%左右 其實33條例 剛剛提到也四十幾個 那幾個法律 有的是在授權的項目上 都超過我們 那我剛剛提到了 像四平衛生那邊發 貿易法 產創條例 他的領域都比我們更高 我們知道大概是有四十三 他比我們還高 是 但對人民來說他會 是沒有錯 可是他會擔心的是說 如果真的某一個 政府做的這個判斷 那他覺得他 他不同意 那他要怎麼透過 譬如說可能透過立法的警察 他要來 他要來監督要怎麼辦 通常立法本來就是我 就是針對一件事情的組織 加入違反 這個事情要怎麼做 打給原則性的違反 細部的操作一定要透過司法來執行 跟司法不是你立法是磕在搜尋 或者對外公司 就是要說立法院被查 立法院還是有最終的判斷 所以立法院 比如說像 目前的這個 呃 在開放下落 申請條件 設施地點等等 會不會出版主管決定 當然 所以如果 出版主管決定之後 立法院覺得這些條件 他不同意 他可以退嗎 他不是被查 可以 他那可以 還是可以 立法院最大 OK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透過立法院 來監督一下 被不是真的完全信任之外 所以 很多人以為說 空白孫子 我們可以說你 過去的法律中 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那過去有這麼多 包括高度 監督的金融 都有這麼多授權 如果沒有適當的立法監督軍事 過去我們的體制 不可能放他多 所以這樣大家可以 好 接下來第六個問題 喔 終於是 很長 有關農業的部分 他的意思是說呢 會不會有國外的廠商 以低價的外國原物料 再出境區加工 再傾銷到國內的市場 如果會有的話 如果會如何防堵 這個問題 傾銷到國內的市場 絕對不會有 使用原料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使用原料 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原料 台灣的原料 國際的原料都可以使用 GOD示範區這個特區裡面 是讓我們的技術加值 在全世界來賺錢 所以我們有很多 可能 低價的原料 加工以後 都變成是我們的 這一個 影響到我們的市場 這個絕對不會 所以資金區裡面 生產的產品 可不可以買到國際市場 現在是這樣 如果現在我們就可以買著 現在我們 大家有時候想要發生這樣 我們現在的發生還多 從大陸進口的發生醬 是 我們的發生不能進口 是 那 未來 發生醬可以進口 它從 印度 從 這個其他地方進來 在市場裡面做的發生醬 它還是可以進口 但是因為它在GOD示範區裡面 它的稅 還有營業稅等等 它進口的時候 全部恢復 跟國外進口 所以 事實上是沒有差 我常常在想 你可以從大陸買發生醬 但是不能夠跟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做的發生醬來買 況且 這樣子的這個貨稅條件 都是一樣的 在台灣的工廠 它很多相關產業就起來了 我這個覺得就很奇怪了 你剛剛說 我們可以跟大陸買發生醬 現在就可以 但是不可以跟資金區的廠商買發生醬 現在大家的質疑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可以是不是 當然可以 可以 可以 所以你認為其實是一樣的就對了 是遺憾啊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要 我覺得想會深入一點 就是說 我們之所以會吸引人家來自經區設廠 對 它必然有一些 對這個廠來說 它來自經區上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優勢 是 不管是租稅上的優勢也好 在區位上的優勢也好 或是我們提供的一國際條件 那一定會讓這個廠的競爭力變高 對 所以一個來自經區設廠 跟它原來在大陸的這個廠 它競爭力不同 會不會對台灣的這個原來的企業 在競爭上有些害理情況 我們現在就在跟大陸買發生醬 就表示我們現在的結構裡面 我們的發生醬是不足的 是 那到台灣來設的一個廠 我們從這裡買 自然就減少從大陸直接買的這個量 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大陸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很奇怪 為什麼 在我們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的加工品 我們都可以上全世界來進口 但是就是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大家就質疑啊 難道會把工作計業拿到國外去嗎 在我們台灣的工廠裡面就還是要嗎 它還是要用全世界的原料來做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可是就剛剛講 它之所以要買的資金區一定是對它有好處 它可能一直成本這樣 對我們也有好處啊 對我們剛好處是 就會有機會啊 在這裡做運輸啊 在這裡做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活動啊 這些東西都不要 好 我們把這個廠都移到國外去 我就先講舉一個例子 我昨天在評論區 談到這個 觀賞魚的時候就在談 如果今天我們再不設立一個平台 未來我們生產的觀賞魚 要拿到新加坡 拿到中國大陸去做平台去買 我們今天這個平台要見過的就是 即早建立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是全世界的買方 會來這裡買的 而不是現在我什麼都不要 然後我們好好的技術就變成原料 送到新加坡 送到將來中國大陸上海 如果有的話就跑掉了 貿易自由化對農業的傷害 可以說是有 但是你不自由化對農業的傷害更大 為什麼 我們現在賣毛豆到日本去 7%的稅 泰國 中國大陸馬上就沒有稅了 生產者在這裡生產 跟在其他地方生產 就近賺7% 我覺得這個 會延續到比較麻煩的問題就是 對台有關這個產業跟台灣產業的競爭 有沒有競爭的問題 因為有些產業 它是對台灣有替代競爭的狀態 有些可能是沒有 那對於有替代競爭的狀態 這些產業 我們看到它在資金區 會增長它的競爭 但是其實那是我們預期的效果 因為我們希望它 用更多種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利弊的考量 對不對 對啊對啊 而且我們現在的形式的結構 你就是在進口這些產品 是 如果我們不做自由經濟4萬P 你還是在進口這些產品 是 你不可能就不進口 好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都知道對於 如果 剛剛問題的下一段 第二段就是 我們都知道對於 可能受衝擊的農業會有補貼 除了補貼之外 政府有做 對於因為資金區產生的農業衝擊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配套出現 這個資金區裡面 不會影響到我們農產品的產銷 它是進來出口 進來加工可以進口的東西 在現在你就在進口 怎麼會影響到我們的產銷呢 對 所以你回來跟剛剛前面的問題是一樣的 它也是個利弊的考量 對啊 也不可能在地上上面就衝擊 因為它在自由經濟市場區裡面 不在我們的市場裡面 所以有沒有特別新的配套作息 除了現存汽油的之外 在這個是一個自由化 但是我們現在的 這個自由經濟市場區裡面 不是全面自由化 全面自由化有可能是 這一個影響到我們台灣的 直接生產的產品 所以才需要有一些補貼 其實現在是沒有的 那未來 台灣的農業也不需要一直用補貼 我常常在講 台灣農業是捧著金飯碼在要販 為什麼 技術什麼東西都非常好 市場不夠大 每一次就是要政府補貼 其實我們的年輕人 你認為說 我不需要你補貼 你把條件給我做好就好 這我了解 OK 那我們現在往下一個問題 有關WTO的問題 這個 加入WTO之後 到目前為止 請問 帶來了多少外資投資台灣 大概700多億 台灣對美人 700多億美人 這個提問者 他的角度 他認為台灣似乎對於外資沒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麼 所以 如果我們對於外資沒有很大的吸引力 都是中資想要來的話 我們做資金區 其實根本就是為中資 那會不會結果上都是中資來投資 然後還是吸引到外資 這個中間邏輯 如果外資沒吸引出 為什麼中資要有進去 那當然他講的就是中資 可能有些其他的考量 如果大家擔心也就是這個嗎 如果大家都給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那就被人說 我們這邊戰爛 大家要來幫我們買掉 是不是 那有些人 我想是他在強烈回來 其實呢 這上面你看這個話中間 請問我們今天的市場潛力 比30年前活動 請問我們的投資環體 比30年前活動 我們的品牌產業比30年前活動 我想我們今天都比以前好 那以前各差 為什麼也有人把台灣來投資 台灣有他自己獨特的地方 所以他自己優勢啊 是 所以各位您認為 我們的市場潛力和投資環境 是有足夠的吸引力和吸引外資 怎麼會把自己看到這麼別 對我們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那 我們有 這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描述一下 為什麼我們其實 如果舉例子 當我們開始提這個市場區的時候 這個邊緣本來就有自貿黨 而我們自貿黨過去 我剛剛提過已經有12年 為什麼12年我們的自貿黨不做 因為我們的很多制度還是沒有衝發 可以但我們提出來說 我們要在這上面做更大的改善的時候 第一個最有興趣就是 日本廠商來了 日本的物流廠商 因為日本的物流 它本身就是有東南亞的布局 加上它現在面對很大的中國風險 中國風險也是日本廠商自己用的名詞 所以它希望在這中間 台灣對它來說 這個最好 前幾天中國大陸 和東南亞市場 對我們知道 感情不大好 請問那個第一位置 是不是我們的 好休息一下 所以其實在自由 自貿黨局 目前這個 已經有的這個制度裡面 以確定來說 日本的廠商 對我們的創造力 否則很多 不是 我說它對我們來我們這邊 如果我們這邊可以開放更多 讓自貿黨可以真的做起來 他們非常有興趣 看看東南亞布局 地理位置 是不是所謂的流程 剛剛我們的同仁簡報 昨天提到的那個車子出口 中間70%有我們的零組件 我們有這麼深厚的零組件工業 整個產業鏈上面 就是我們現有的品牌產業上的優勢 而且他們也提到說 預計今年我們的車子出口率到10萬兩 是在我們現全台灣 這顆整個消貸的4分之1 就是自貿港區裡面出口的 對 預計今天到10萬兩 10萬兩 10萬兩 是 OK 所以政府當然認為 其實大家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其實有 會真的有很多外資來投資這樣 這看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八題 第八題呢 這個他首先是先對我們今天的活動 這個讚賞一番 非常感謝 大家不肯定 當然他覺得這個提問的時間太短了 只有5天 他認為影響與人民權力的政策 這個溝通機制怎麼可以只有5天呢 這樣是不是太少了嗎 第一個當我們同仁 我們沒有辦過這個 所以我們當初參考了 2005 那個就是歐巴巴總統選選的時候 他當初最開放的就是5天 我們沒有經驗 我們也有 網民到5天也夠 那如果以後大家覺得 如果以後我們 未來再辦活動 我們可以再演一次嗎 我們承認我們第一次辦 我們經驗都是很多 但多通機制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 我們有自己的專注網站 我們也透過Facebook 跟網民互動 我們還政府中第一個做來的 包括就是 那時候都做來 我們才 廣告會分離 希望未來的都繼續下去 這個新的形式 第九個題目 這個問題 有關醫療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重要 也很大 首先請問一下 在資金區裡面 他不像他講 他能把人的工作 所以他還不成功 他的意思大概是說 在資金區裡面 我們有准許成立醫院 跟外資合作成立醫院 那這些醫院呢 有沒有刻意他們叫更高的稅數 如果是社團法人 就是一專門短劇時期 財產法人是沒有算 那但是社團法人跟財產法人的差別 是 社團法人70%的那個是可以 一定 一定是可以分 但是 其實現狀底下 很白的 但是 首先我這邊一定要先 在這個 不是這麼商品 我說這第一次 第一個 政府的不投入資源 反而不投入資源 沒有補助 我們所謀就是投入 法規說謀就是投入 然後呢 能夠辦國際醫療的 他要繳特許費 我們有定那個回饋機制 具體的東西 數字當然還要再去協商 但是 是有回饋機制 所以不僅不給錢 他還給錢給我們 所以稅付其實是一樣的 但從稅付之外 他們會要求他們 有點像他們等於要求費 說你有沒有權利 那個叫做特許費 那現在目前還不知道 確實名字 一直是這個 那目前規劃 這個特許費的 使用目的有沒有限制 規定就是 依註健保 這是健保 對 那 因為他特別對天香醫療 有點 特別偏愛 有沒有特別對天香醫療 有照顧到 那這個回饋健保 那這個回到健保體制中間 看他怎麼去規範 那超過示範區的 可以規範 那這些醫院的財務的部分 怎麼辦 因為他很擔心說 這些醫院賺很多錢 就是 那財務是不是要痛 有沒有罰責 然後我們怎麼去監督他 如果他現在是社團法人 就一切照社團法人 規定來辦理 因為跟國內醫院是一模一樣 所以國內醫院的財務 受到什麼監督 他就是完全一模一樣 好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個題目的 這個問題是 有關醫療人員的缺口的問題 就是 資金區裡面會辦醫院 那會不會吸納 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我們已經四大接空 很多醫護人員都已經 缺額的狀態 會不會導致狀態更嚴重 這個問題我也碰到很多 大家都在問 首先 目前衛福部規劃的就是 一到兩處園區 一開始可能先有一處 也許隔二三會有第二處 一個園區可能大概兩百床 估計一個園區可能需要大約 大約一百位醫師左右 所以就算有兩個園區大約兩百位醫師 能夠在這個地區直接 不會 所以你們說 那些可能賺錢比較多 或是我全身跑過去沒有 它規範譬如說 20到80 20到80 那最多是 碳幾% 對 您剛剛講說 兩百床 的意思是說 在一個世界區 到底不會回復 一間醫院的規復 因為它就是 整個世界區 對 它是一個園區 它這邊不是只有醫療 它還包括了生計 照護 所以它是成為國際健康園區 對我了解 所以您的意思 醫療都不可能兩百床 譬如說 不一定只能兩百床 規劃是這個樣子 規劃兩百床 嗯 譬如說我是一個國外的 或是物資 或外資隨便 然後我要來 我要來想要來 我們的資金區裡面 成立醫院 那 成立醫院就是 您說規劃兩百床 我就不能拍到五百床 那可以去 如果我們規劃是這樣就是這樣 那就是其實等於總量管制 審核的時候 會壓力 對 OK 那目前規劃就是兩百床 就是 那麼再接下來 其他的國家有沒有資金區 因為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我們的資金區 特別 就是 都開放的特別多 這句話本身就有問題 是 既然叫自由經濟 或某種這種形式 它應該是 管制變少 不會是有嚴格限制開放呢 這句話聽起來有矛盾嗎 所以其他國家沒有類似的 我舉個例子 這邊也一樣有農業的創新 等等 所以 性質跟我們最大堅決 它甚至 日本在推個國際交通 還允許他們 醫師出去 就是到國外去爭取這種 醫療體會 不過我們的 我們還是比較是叫民家來 不是叫我們的人去 OK 所以政府不認為 我們的資金區 跟其他國家的 相類似的 制度 比起來 開放的比較多 我們並不像 實際上 這不太能夠一對一的比 但是 既然是某種的區 因為是相對於旁邊 因為它要是比較多開放 否則就不需要這個區 只是大家的重點不投 所以它做的方式很一樣 像我們剛剛特別舉的地本 的例子就是 有很多方向的效果 像 大陸的上海的貿易試驗區 的精神也跟我們一樣 他們也是強調法規松阻 也不是偷 正主投入大量的基礎建設 這樣子 性質也很一樣 韓國也有這種經濟特區 他們也 譬如說他們也有過基礎 是 我們再往下 不好意思 我們多一塊一點 因為我想一定要問到 那題教育 我們還是等一題一題問 因為他們有台語 所以沒有問到 這個 這個 現在還是跟醫療有一點關係 那 這個問題是說 欸不是不是 是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 那其實講還是有關醫生荒物 這個部分剛剛有回答過的 但是 他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 痾 字經區密外契 是為何會有錢 才有資格的身分狀況發生 那跟健保的會有關係 那完全不影響我們健保 你本來可以看健保 你何必要跑到地方發錢去開屁 你本來都看你的健保 健保一點都不受影響 會不會說 字經區密要可能都自費 他沒有健保 所以變成 有人会爱花自己钱去看病 不喜欢用健保 你管他 OK 所以政府认为 但是我要用健保 你要用健保 当然尽管用健保 健保不受影响 他会因为办公室 要得到额外支持的抵住 但有人脑子不清楚 他会自己花钱去看病 那政府的评估里面认为 在资金区里面的医院 会不会有健保医院 不存在 还是都是自费 完全不能用健保 不能用健保 里面我只能自费 所以重点是吸引外国的客人 如果本国人里面没有健保 因为没有健保可以看 你说我只要跑到里面去看 他自个人就行 他自个人要不要 OK 所以其实这跟上一问题 这个可在一起 如果他不会影响到 我们达来的医疗人才的话 就不会有台湾本地的 看不到病的状况 事实上我们还提醒大家 有个数字 我们现在一直在培训的医生人才 但是我们人口数字在这样 所以我们医生跟病人的体育 其实是 就是一个医生被涵盖的病人体育 数字其实一直在增加表示 就是降低 所以我们的医生方其实是慢慢在缓解 但是它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因为整个健保制度 我也承认 像大家提到五大接工这些问题 但是这不可能靠我们示范去解决健保制度 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健保制度 因为健保制度是政府 涉入了一堆药的市场 能够破坏了什么一堆药市场的结构 所以它变成一个土地政策 要解决那问题必须回到几条制度 不可能靠失败去土地政策 好的 接下来第十二题 第十二题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刚刚主委有提到 在这块目前的这个资金区条例 并没有土地征收了 所以资金区里面不会有任何 跟任何人征收土地 不管他是哪一种征收 好 这是第十二题 好 最后第十三题 最后一题 有时候要问个教育的问题 教育经费 刚刚有提到一个是 在里面的大学 就是在资金区里面这些大学 教育创新 那他们不会真的没有花任何欢迎 这会有保险的 政府就法规中法就是这样不得投入 是 那有没有预估里面 会有多少的外甥跟户生来这边 这个题我现在很难去算根据 但是我可以先跟大家报告 很多人都在想分校 我先跟大家报告 外国到台湾 或到任何一个东西 分校是很贵的事情 再跟大家听讲说 新加坡 应该是新加坡上 有很多钱 在心里面去开分校 所以我认为分校几乎短期时间 也不可能会出现 因为不可能会出现 我们这边心中在想 某些学院或学生 这种相对厚度比较小的 才肯的事情 是分校很贵的事情 其实整个组织结构 各上面的牵涉声音也多 我们心中想是某种学院或学生 是跟国外合作 对国内有没有影响 跟大家报告 就算有这个东西 台大还在 清华还在 郊大还在 郑大还在 承大还在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这就位你刚刚都讲排前面的学校 能说运火化的超声 可能就会有影响 不会 因为武汉也会在一些科技大学中处理下 现在就可能会等一下说 比如说老德宅 你念到高中之后 在我们家里的时候 你到国外去念书 或者你大学完的时候 你到国外去念某个硕士 是 你刚会先去了 可不可以 有没有人会管你呢 当然不会 那我现在说你去的时候 我把它搬到台湾来 那有人说不可以 他说你这样去就是教育商品化 你觉得通常品化 我只是把你去了那个学校 放到我们台湾来 你说这样不可以 但是他 我之所以没有办法出国的原因 很多时候是跟经济状况有关 当你把这个学校放到台湾来之后 今天我不用在外地生活 所以我经济的压力就变小了 那其实我本来不能出国 我会选择台湾的某些大学来念 可是现在因为去这个学校 比如说布朗大学 他一定是经济压力变小 我可能选择布朗大学 我就不去台湾其他学校念了 第一个 这不会那么多 还有如果本来就有路跑到国外去 你也不能管到他 那是没有说 但他 那是因为他有钱 如果不用钱的话 就算好 有这样的情况 请问这对台湾一定是坏事吗 我不晓得 但现在是西方外来说 我讲说我今天是好学校开大会 是 哇本来要来个学校 学生现在可以来一个什么部 什么大学的 要抢走了 那我学校要搬很好 要让他抢回来 是 竞争带来的进步 是正常的关键 因为需要认为说 学生会有可能 可能 甚至可能是三五一圈 只要你造成这样 那我们需要培训不对 台湾政府是什么 是所以政府会能承认竞争是存在的 当然 是吗 是 OK 那 最后一个 那最有话问题就是 这些陆生国外生 在台湾念了书之后 可不可能留在本工作 陆生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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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留下台湾工作 两岸人军关系条例不改以前 这东西都不会懂 那现在是一模一 对 两岸人军关系条例是所有的 所以牵涉两岸人军的东西 照两岸人军关系条例走 是 所以陆生不能够自己留下台工作 那也不会有 因此变成拘留的问题 都没有 好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边 这个是 我们总共问了有 13个问题 不好意思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全部都问完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超时了20分钟 接下来就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呢 也是提问 这是由现场的网络媒体 来提问 然后由政府部门这边 来拜员 来回答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刚刚本来有跟大家讲说 有两个新的朋友加入我们 那其中的台大新闻议论坛 好像还没有出现 对不对 目前 OK 所以 所以就是 没出现这样 然后上下有 news&market 新闻事迹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会 还是照这个 媒体的 比划先中文 后英文的这个 比划的顺序 来安排大家提问 每个媒体有四分钟的时间 这四分钟的时间 是包含 提问跟回答的 但是不限一提 并不是说 我问一分钟回答 三分钟我问两分钟回答 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问题跟回答都可以简洁 他可以超过一提 或者是他可以追问 那基本上总的是四分钟 这样子 所以请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 当然也请政府部门在回答的时候 尽量简洁 我今天应该还好 都还蛮 感觉没有很多实验的状态 其实还蛮简洁的 那希望能够尽量把今天做最大的利用 那么现在这个网路媒体提问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就先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等代表进行提问 没有要提问 是这样 那接下来是明报 请 有麦头 果主委您好 陈主委您好 我是明报的记者同文位 是这样子 就是有关于在农业价值的部分 一直是一些农业团体 他有一些学生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他们主要 要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 有可能 就像那个陈主委刚刚举的例子 是有关于那个花生价的问题 就是 我们在条文里面有规定 就是说 原料如果在吃饭器里面加工的话 是有一定的比例是可以内销的 但是他们会担心说 就是如果是非管制的 对 非管制的采格力 对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的加工品 如果进到台湾来 进到国内的市场来的时候 我们主管单位怎么样去 控制它的原料的比重 可能是 它有可能是采购国外比较低的 低的价格的原料 对 那我们如何去管控说 你在采购国外的原料的时候 你不会排挤到本身 就是国内原料的使用 比如说花生价 比如说白钱 我想请问 如果你去国外买的话 它的花生价有买到我们的 这个花生吗 但是它在比例上面 就是说你在比较价格的时候 国外的原料比较便宜 它可能会是国外采购 对 国外买花生价的时候 它全部是用国外的原料 所以这一块 有可能它会用到我们的原料 有可能 但是你在国外买花生价的时候 是台湾一点原料都沾不上边 所以我们自由信息社会区 做这个例子的交往 反而是有机会 反而是有机会 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大家愿意到国外去买花生价 不愿意到台湾做的花生价 来消费 而且它的税 全部都加关税 加所有的营业分都加进来 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业者 但我们现在的业者 在这样做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进口 30千分的花生价 这个大家可能都不晓得 所以这一点我谢谢你 进度的说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一些学者有担心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原料的举例 就是说因为他们比较担心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变成商品挂上MIT的标志 那可能里面的东西就变成 可能原料不是MIT的原料 可能无费的花生价 万一我便说 那很多的是原料 那如果我在交通区里面生产 那它可能采用国外的原料 那变成说它是一个假的MIT 那我们要怎样去防止这些状况去发生 MIT它有一定的标准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充分的原物料都是MIT 我举中草药感冒药的例子 万天没有我们自己的原料 但是出去都是MIT 所以这一个部分 农产品的部分 我们有我们原料的特色 当然我们会用到我们的原料 但是我们的原料 他常在讲说前一家就不高 闹科连科技这大概 我们自己台湾国内国产的原料 其实做加工的非常少 我们举茶叶的例子 我们自己生产14000度 我们进口3万度 蛤 为什么进口那么多 大家在喝的这个饮料茶 瓶装茶 全部都是进口茶叶啊 那你说好这一块都不要进口 那这个市场 包括我们内外销 我们像新加坡 像纽澳很多 这一类的加工 最后我要用一个例子 如果是用这种逻辑的话 像美国的斯大法 都不会存在 瑞士的巧克力也不会存在 因为它都没有办法 在地的能量 台湾是不是要开始 提升到这一个位阶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所以我刚刚整理一下 就是说 刚刚讲的意思 MIT其实本来就跟 它的原料从MIT 没有必然的关系 它有一定的规范 但是刚刚主委也提到的意思就是说 它应该是不能够保证 在自贸区里面 它的来源都一定是 都一定是国内来的原料 但是因为区位的关系 希望它 吸引它一个区位的关系 可以使用 有可能 对 但是米国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游戏 它一进到台湾来 它就是用我们 国产可以 因为它预出 足处都很方便 是很方便 这个都是可能的 OK 谢谢主委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 非提琴 有误报告 有误报告的代表师 哈啰 要请提问 那个 拍个摩 到前面来 这边 有误报告 管主委 陈队你好 我是有误报告 那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要 就是总结要干 知道我的理解 没有错误 因为我想说 如果回去 如果有写报 写一写文案 都想避免一些误解 因为在刚才讨论的时候 我们发现 就是一开始 其实政府 它是用制度松绑 那它会制造一些吸引力 所以外上有可能入住 那在入住里头 外上可能会进行 两种行为 总是它可能这样 它的原物量 可能都是从台湾 或者是国际进来 那它的东西 有可能是内销 也有可能是外销 那在刚刚内销的时候 刚才其实 可能就有提到 或者陈队也有提到 其实内销这部分 就代表说 这些东西本身 台湾就已经有需求了 所以它的内销部分 其实就已经是 跟台湾原本 因为这次原本 就已经会进入 一个消费行为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外销的话 等于是说 台湾的吸引力 是说它开放的制度 所以是说 它可能部分是 原本禁止的 变成是可以制造 或者是说 台湾的技术 因为刚才有提到 是技术架控部分 所以会是 这两点去吸引外商进驻 因为 其实我刚才主持人 有提到说 台湾的吸引力 是什么 因为这一块 好像没有很清楚的 直接具体的列出来 所以我猜测的话 但是这两点 就是原本禁止的变可以 第二个是 台湾的技术优势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等于说 如果外商进驻以后 那在技术加工方面 可能就会造成 台湾里面的就业市场 有可能就会增加 所以整个理解的一个模型 大概是这样的 请问我有错误吗 还是说我理解 哪部分有错误 讲的都对 我就补充一些 刚刚你提到说 我们讲这些优势 讲的很够完整 我刚刚举智慧物流上面的话 我刚刚提到 我们地理区位 跟我们刚刚举 那个汽车的例子 可以看到 它跟我们本身的制造有关 就是我们本身的 制造业上的优势 让我们这个物流 刚刚讲的汽车的组装 加工再出口的 这事情 让它变成可能 所以它不仅仅是有 区位上的优势 它也有我们 在制造业上的优势 那我们在示范区 推的几个重点 活动中间 还包括了像 金融服务 完全继续利用 我们台湾本身 还有台湾本身的经济的程度 还有台湾 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 频率出来的大量的 金融专业人才 现在有些到了海外 我们希望这些人 我们的金融人才 或者不要再继续往外流失 或者流失到外 因为我们现在 业务开发商可以回来 所以人才是我们 在金融树上的优势 国际医疗上 也是因为我们 在地理区位 加上我们在医疗 技术上的优势 然后在农业价值上面 刚刚 宝基主委特别知道 想说我们做好农业技术 所以完全没有理由 我们把这个问题放掉 所以这上面都是我们 刚刚提到的 就是 示范局中间 可以带来的问题 OK 可以吗 谢谢 谢谢 我接下来是卧草 挖枪 好多人 我们这边有两个人提问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在第13条里面 它有说 只要经过中央的CNF 主管机关 只要是选拟的区域 就可以去升级自信区 然后再来 在第7条里面 它提到说 管理或开发管理支币 要可以设置基金 而且这个基金的设置 可以具有 具有自常性为原则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中华民国许多的基金 都写说 具有自常性为原则 但事实上都拿 这个基金去接待 然后 它虽然是说 它基金的来源 是要 我们俄司法区的管理费过来 但是在第8条的管理费 它却没有不认为 它管理费 一定要放到基金裡面 那意思就是说 地方政府 它可以先去申请一个 申请一个 自由经济区 然后拿来申请一个基金 然后就可以不断的 这个基金去跟银行借钱 然后变成一个前坑 而且这个东西 不受地方政府的举债上限限制 然后 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第19条里面 第19条里面 它提到呢 那个 办理或郭佣各该出售 出售公有不动产机关 这个东西呢 不受独立法第25条限制 那独立法第25条是什么呢 它独立法第25条讲的是 如果要出售公有土地的话 需要受当议会的同意 那结果就是 在资金区里面 只要要出售土地 都不用进入地方的议会 同意 就可以出售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 由我们的同事再继续提问 那我们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因为可能不见了会有时间 不要 请问一下最后时间还没到 请问主持人是否可以让我们把市场问出售 不行 因为是回答跟我提问 同样用四分钟 所以如果你们要冒风险是 如果你要继续问的人 没有时间回答就要看下一个媒体了 我们认为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问题给掏出来 我们当面有问题 那请问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刚刚一直看到管主委 一直说 我们会提供立法院备查机制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备查这个意思是说 一个法案或一个行政病院送到立法院 结果三个月后 通过未審议就会直接生效 那这样的话怎么说 我们的立法权有一个好好的监督的机制 那再来的话 第四个问题是有关于高等教育的问题 那就在我们的这个自新区的条款之中 他其实排除了所有目前现行的教育法规 那针对于这些高等教育机构 他们就称为说尊重国会 这个国外的这个学校的现况 那包括现在他可以自由处理 比如说败败土地不动产 也包括要求学校设立 不要求学校设立交互会议 也不需要进行正式的校长联选 那理由是排除这些是过去的规范已经太多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 排除了这些所有学校的监督机制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确立这个办学是一个有效的机制 更何况很多这个学程以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立 都已经是这个都已经是这个现在既有在进行合作 为什么要用自新区的条例来这个进行所谓的高教加持的事情 对不起不好意思就位 因为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对不对 不好意思 那请之后这个国发会这边在网路上面 请承诺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稍微跟大家说 如果没有回答我们一定会承诺 其实我们有些东西过去准备 我真的真的会有问题 但我为这个媒体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基金有没有可能被滥用 地方政府有可能滥用基金去借贷的问题 他会先申请移动基金去 然后再拿来成立基金 然后再来滥用它 是 没有我们只是整理一下而已 那第二个是 有没有可能会 地方政府滥用财产 需要经过议会的这个图存 对 第三个是有关被查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受到立法院的界定 在程序上到底做不做得到 第四个是学校的这个程序 在一些监督的程序 或者是学校校临选的程序上面 是不是这个开放有没有起到 你会不会有出面的影响 那有关这四个问题 我们再请那位 事后我们在广路上面一定要做回答 不好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个媒体 是故教政府 两位主委好 故教政府这边提论 我想其实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东西 其实我们这样的示范区的想象 有一点想走向是 希望能够面对国际 然后两位主委有提到说 他会把国际的资金和国际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带进来 那我的问题在如是说 在规划这个示范区之前 我们有做过相关的评估 说 包括就是说 国际招商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状况上面 我们有做一些相关的评估 说 真的可以有这么好的效率吗 因为之前 像说我们之前提案法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说 这些资金 从中国的这些资源 相关的东西可以来提升台湾的经济 但事实上 看起来的结果 其实是不容易預期 那示范区会不会有同样的状况呢 首先 任何的感觉和开放的空间 我们当中希望可以创造成好效 但大家也不要忘记 我们同时面对的国际环境也不一定会在变化 当我们在最初 在提示什么示范区的时候 大陆还没有所谓的自由环境事业区 所以我们时不时 我们都会碰到新的竞争跟挑战 所以我们的评估是希望 我们为什么希望出去越快 越快就是希望我们相对于原的国家 会及优越的条件 那为什么过去这些年来 到台湾的投资越来越少 甚至我们的民间投资 外人直接投资的成长都变成素了 原因就是我们太多的法规限制 所以我们当初的评估就是 我们能够适当地拿掉一些限制 所以大家可能注意到我讲的 今天都在讲法规松绑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事情以后 创造别人来的诱营 但是我也可以挑战给大家报告 假设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法规松绑 别人还不来 那就表示我们的条件还是没有别人 我们开放程度还不够 这有没有可能发生国家报告 是有可能 因为别的国家苦事单单 也想提供更多更好的 把人家吸过去 这也说我们很急着说 这东西要赶快通过 至少让我们有点急 和别人一起竞争 衍生在这个地方 既然有这么多竞争 在台湾附近的几个国家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示范区在出来 尤其是上海的自贸区也已经开始开放了 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竞争 同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之前的时候在韩国他们有自己的示范区 结果有失败的地址 我们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自己怎么做的 这个讲得非常好 首先 在上海那边 譬如说他现在很强调是在金融 因为他在金融市场上的管制非常多 所以他那边放松就会觉得很大 但是我没有什么条件 我刚刚跟 大家忘掉刚刚是哪一位 我猜到我们什么是我们台湾优势的时候 我们要竞争就是用台湾的优势 这些优势就是我刚刚举例 包括区位 在人才上 在金融人才上 医疗资源上 农业技术上 这些优势 所有的国际竞争 应该是用自己的优势和别人竞争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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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的做法不太一样 韩国它是比较是传统开发区的概念 比如它的人全是借口大量的投资 盖大楼填海造地 它的东西不成功 就是它吸引外资非常非常不成功 事实上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不是靠大量的投入金钱 就是必然会创造的投资 我们事实上是评估过 在现有台湾的环境 台湾一点开发这么多问题 不需要再走那条路 为什么选择是用法规手 希望创造永远的条件 所以这是韩国做法不一样 谢谢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媒体 请封传媒 封传媒代表 谢谢 陈主委好 陈主委好 我想请教陈主委 就是 呃 在农业家族那部分 后来经过公平会之后 后来有修改 就是规定野生的那个观赏云可以进口 那可能外界就会急 为什么野生的观赏云可以进口 那野生的观赏云可以进口 那野生的观赏云不可 就那个标准是在哪 谢谢 我想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法 限制非常严格 它包括申请进口跟用户都限制 新疆都是不一样 新疆这一方面都没有限制 它是一个自由 我们现在虽然这样说 只是跟新疆过一样 那至于鸟类 因为它的鸟类的这个管理 与这个观赏水动物的管理还难 还难 因为观赏水动物只要它离开水 它就没有办法去抹 而且这一些东西 我们用非常严格的限制 这个规定跟界限来管制它 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OK 好 那 接下来请 洞见国际事务理论王 两位主委 好 那 刚刚有关于你们提到有关 空白授权的问题 其实 我昨天在看了一下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那个条例 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 它是允许 它们你们原本设定的机关 比如说 第一 第一类示范事业这个部分 那 在第九条里面 就有说到 它是以主管机关审定 是 什么可以做为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示范事业 那原本的规定是四个事业 就是医疗 然后 教育 入流 跟 另外一个是 那个 农业 那后来在你的网站上面也有说 因为 金融的产业原本没有在对话里面 后来他们要求 就 就把它纳入在里面 那是不是 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就是什么产业 可以进到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因为 我们觉得 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有很多的免税 跟租税有愧 那 所什么产业可以进去是政府来决定 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很大型的 像以前一样 促产条例一样 所有的产业都希望进去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享受这样的租税有愧 然后 那个 所以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 请政府回答一下 说到底什么样的产业 是可以进去 进去示范区里面 什么样的产业 是不可以进去示范区里面 是不是有正负面的表例 第二个问题 我想要请问的是 现在的投资管理条例里面 有一些对于外人跟大陆投资 就是你们刚刚说的 是经济部的投审会不会设定规范的 那 这些规范 是不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这些投资也同样适用 如果不同样适用的话 那你们的法规从法 怎么样吸引其他人来投资 台湾的产业呢 我先说 第一个就是 刚刚提到说 会不会开放太多 是不是什么东西可以进 什么东西不能进到示范区 我们现在规划中间 严格讲 我们并不是针对说 什么产业可以进来规范 我们讲的那个五种重点产业活动 是我们希望当作重点在推动 但是这上面呢 并不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说 因为租税条件的变化 然后引起了这种 什么大家都想把进来 请大家想想看 第一项的租税 是本来对自范港区就有的 那个东西只适用在自范港区 货物进出 那是第一项 就是 而且大家看那项都要注意到 那是针对外国货主 第二项东西呢 是 外国的就是 外国的就是 本来就是 就是我们的台商在海外 他的盈余 回台湾 做实质投资 他才享有 他那个投资的金额的部分 他是免赢所税 但他还是要负贷最低税库 这上面的话 不管他做什么东西 其实 他并不会产生 就是说 刚刚你提到说 进来就会出现了 怎么样 因为 租税上优惠 他 这些人本来在台湾 他赚钱 他根本不回台湾来 因为他不愿意先付那17%的水 我们现在只用这个诱因 让他愿意回来 而且回来 不是说你把钱汇进来 你就有优惠 而是你回来以后 经济过什么 你这算不算实质投资 你有没有建策 建策 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这个就是条件之下 他才会有这样 可是主委 就是因为 你们希望这些资金 或是这些设备 是投资在 有一些有关 建厂设备 那是不是 国内的有些 他原本就在 国内经营的产业 他如果在这个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同样享受 用同样的手段 在里面投资 那是不是也可以 是用免租税的优惠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 是其实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不只是资金回来 只是如果投资新的设备 或是利用 或者是如果 我其外国 那部分完全没有 只有讲 那个钱会进来 只有那份会进来 只有新的进来 才有 那我想问 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些资金回来 投资 那投资在我们 国内的产业 是不是还有产业别的限制 还是所有的产业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所以 如果今天 有外国的资源 想要进来 投资和想产业 我们的国防产业 他也可以吗 没有 他所有要进来 投资什么东西 那些业别 现有的规定 全部都要办 那 你说的可以是 在现有法规之下 他可以做 他可以做的 对 那所以主委 这就违反你刚说的法规松绑 因为这个地方法规并没有松绑 这 你原本都是要原本的抄 你懂为什么 我们说做法之后 我们说所有法规我都松绑他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力多 除了 除了 除税优惠 主案情 请主委稍微描述一下法规松绑在哪些地方 这样 你知道吗 国际医疗的 还有白领人士进来 我们在物流上面 我们做那些 方法规松绑 这些都是法规松绑 我们没有办法说 但并没有在项目上做松绑 那意思应该是 对 我们想要知道 他投资的项目 是不是 因为在现状的情况下 投资 他是可以 审定 可以投资哪些材料 可是 条例里面其实并没有写 那我们害怕的是 对 我们害怕的是 在现状的情况下 是不是 他原本不可以投资的 那他竟然是新的 特货之间 原来 原来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 我们说法来不是在这个上面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 没问题 暴局 暴局的代表 两位主委好 我想问 两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刚刚一直在谈的是说 这个 资金区它的目的是要 收回 那我们之前跟管队 这边聊过也是说 就是这次台湾整个 经济法人认为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 纪外需要很快提出 那在资金区里面 用比较快的方式 不要通过立法程序 尽快让一些实验可以进行 那我想要问的是说 这个开放的项目 然后开放的程度 它的评估是怎么来的 是有专业的智库在做 一些评估吗 还是由国发会这边的 内部的办公室的朋友 在做评估 那如果这些评估 之后的这些结果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 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 那这个延伸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说 因为像今天这样子的 一个会议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绕过立法院 这边做一个明义 探表的机关 它的失能 我们直接在这边 就是由正体机关 跟路上面这些民众 能来对话 但是这一次对话之后 我相信还是会有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而且资金区 由它开始真的开放 然后开始一些实验之后 一定接下来 会有更多的讨论 那我想要问的是说 那下一个阶段的开放 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已经有规划了 然后在往南的方向 去做开发 然后接下来 如果一般民众 还是有问题的话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透过我们的 或是透过公开的行事 来询问政府官员的 这个行事 会不会是一个 经常性发生的 一种事实验之下 谢谢于你 我这边说一下 我们示范区当中 讨论出来 首先我们先确定方向 其实我们先检视了 过去其他地区 叫特区开发上 失败的例子 当时我们其实也体验到 其实台湾对开放这件事情 并不是有共识 如果都有共识 今天就有很多的 争议就是会发生 所以我们当初选择 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希望我们可以减少争议 也让它真的产生了 一些失败的作用 那至于说我们 提到这些重点产业 严格讲 我们在法规松绑上 是一个普遍性 就希望有各种产业 他觉得 因为有一个松绑 他觉得来这边 有存活空间 希望他可以进来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 一些重点产业 这个东西不完全是我们 国发委官员的 尤其是跟各部会讨论 各部会觉得这些事情 是可以做的 越究青少松绑 一定要部会同意 觉得这事情就是可以松绑 对国内产生冲击 不会再来 又值得做一次 所以今天我们做 不总做的产业 就是和我们部会同仁 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 然后刚刚您提到说 像我们今天这样 对话 当过去是没有 我们也提到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的尝试 严格讲 我们其实国发委 并不是在做这件事 我们还有做别的规划 但是所谓下一步的开放 严格讲 我们今天先看示范区 可以到什么程度 因为讨厌 我们对特别法律的人通过 但我正要澄清 并不是我们就排除了立法 我们没有跳过立法 只是用特别条例的方式在推动 但是这个特别条例 大家也有多少 现在受付于立法院 能不能在立法院通过 其实是由每个立法院决定 如果立法院可以通过以后 那当然未来再下一步 如果有一段时间 大家觉得这个开放 接受程度高 我们会继续跟其他部会同仁讨论 但是不是还有别的行业 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开放 那我们可以拿入未来的修论 这不会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我们会持续来干 报警代表刚才有提到 另外一个新金钱 就是刚刚有提到 有什么是开放电视机 或是更多的投资 那它有一个回应的标准 比如说它是回应 比如说GPB的成长 或者是说某些东西 它是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的 其实我今天是看了一个多一点点 包括我们中业法理条件 包括开放那三思的投资的组织形态 包括我们尝试教育算 其实很多都是参考外国制造协定 因为我们提到 我们需要它作为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加入区域经贸协定 跟我们国内对这种开放 法规松绑 还不是已经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 因为像国内三思的解释 绝对不能碰我们的东西 我们是得经过多番的努力 我们都会跟相关的协会做很多 他们才同意做一个区域的小规模的尝试 所以我主要是从法规松绑 可以达成的效益 所以像是FTA的事情区的概念 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区的效果好 那这个也许主力要是要 而且我这个可能很快澄清 听大家讲的事情 常常不说 当大家说 你可以代替多少投资 创造多少基础 这个传统 它是传统的特区 台湾区的概念 会令到我们经常强的重点 一直在强调 我们在场地都是在防御松绑 而且我们认为说 如果我防御松绑 做到我们的程度 人家还不愿意来 那就表示我们还是太落后 我们自以为松绑的 其实还不够松绑 所以还需要改进 谢谢主委 谢谢 那么接下来是环境资讯中心 环境资讯中心的代表 各位好 环境资讯协会的环境资讯中心 我会想问 主要是 昨天其实这个环保团体 召开记者会在 从环境层面谈这个资讯区的问题 那大概 第一个就是 关于那个资讯区的 成立是架工或计划体制的问题 比如说 行政院 由行政院要核定资讯区之后 之后的 内政部的都委会或是区委会 他们做的做事计划 是不是 就不得不配合办理 或是后续的环境 要做环境影响 评估的那个对照表的时候 也不得不配合行政院的意思办理 这事实上会回到以前工商综合区 让这个体制混乱的角度 那第二个问题是 刚刚沃潮有问到这个 让地方政府有更方便的管道出卖国有利的问题 第三个是 整个资金区的用意跟规划 其实跟现在国际的潮流走绿色经济的趋势 其实是背道而驰 绿色经济就希望说 我们能够不要走过去把补贴水电的这种老路 用补贴水电来扶持大财团的老路 而且是希望能够让外部的成本 环境的成本内部化 这样子才不会变成是 牺牲环境的共有财来造就少数的财团 那么像刚刚陈主委提到的星巴克的问题 其实常常被哪个扣病是剥削 环境跟剥削咖啡弄的这个经典案例 那我们也要走这样的老路 谢谢 谢谢这位提 我先针对刚刚提到绿色的经济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走围头的路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示范区推的重点的活动 第二天我们这个甚至一旦强调是法规松化 我们再来以推的重点是以服务业为主 其实物流是服务业 金融是服务业 国际地疗是服务 然后教育都是服务业 而且我们这部队也强调政府不投入资源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透过付贴 我刚刚提到负税这个东西 那都是本来就有的东西 所以负税已经几乎是到明明了 几乎等于是没有的 并不是说我今天说 台湾现在有某块税 我把负税还掉到别人才愿意 没有 是你一定要带新的来 你才想有这种让我可以在国际 军税竞争上 所以这不是走回头路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 土地环图 就是这个 这上面我请同仁来 同仁来和来 内政部长 对 内政部长来说 我讲我简单 简单的回复一下就是 虽然条例13条有所谓的行政员核定 这个资金区的计划 但是各位如果仔细看 特别有14条以后 15、16、17 现行的东西计划区 已经有反体的机制 都还是要进行 并没有说因为有13条的核定 那就派出了现行计划的证据 我做这样的问题 不好意思 再对问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不起 因为时间已经到 但是刚刚一个还有一个问题 还没有回答 我们先让这个 我们只能先让主委把 那为什么三个问题 刚才有三个问题 目前回了两个 都跟土地有关 没有 还有一个是沃草 刚刚有提出 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地方政府 那个建卖土地的问题 这部分我们简单 都要回复一下好 那其实 基本上来讲 土地法刚刚提到 土地法25条 这个部分 他只是说 地方的一个公有土地 如果说要出售的话 要经过当地 这个民营机关的一个同意 那不受土地法25条 的限制的话 那他其实 不用受到 议会的这个同意 那也不用报行政院去核准 但是他出售的条件 他其实一样 他要用市价 要用市价来处理 那基本上 其实在这个示范区里面 他一旦这个 如果说 造市价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出售之后 然后这个厂商 日后如果说 对于这个 他的一个使用 或者是以后他的一个出售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条例里面 他可以有另外做一些规范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 还好 这个部分应该是还好 对 你是说条件 跟线上是一样 但确定有一点 也就是地方议会 确实不能 不能再否决这件事情 他是不用受到 25条的限制 不过我觉得 这个地方有一个 他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 假设是地方 他愿意要来 地方愿意要来设置 的话 那基本上地方应该会同意 那对 但其实是不一定 但就是 我了解 基本上 OK 我了解 那我们请下一位 这个媒体代表 是关键提问华的代表 谢谢 帮我转发 谢谢 那两位主委 是文化建同网的 也计刑商人 那我的问题是想要 是关于就是 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主委有提到说就是 国外的这些女校 如果来台湾受参照的话 其实重点就是 一个增加竞争力 那其实我觉得 台湾的教育 应该是 就是女校或很多 就不一定的 可能也就是有一个竞争力 有可能很多 女校或国外教育的 就会来台湾还是找到工作 那或许可能 更重点应该是 在如何提升 就是我们人生的学生 他们要能够找到 適合自己的一个 未来的职业 或者是 音材资料的部分 或许会更为重要 那刚刚就是那个 国教政府有提到 就是说 南韩在自由经济贸易区的 一个 比较负面的一个例子 那我一次想特别问就是 在2007年的时候 他们在松岛这地方 设了一个 就是国旗大学区 就是台湾未来 可能会有区域 可是那因为 南韩就是有一个 少数化的现象 那台湾其实 少数化的现象 也是非常的严重 那如果未来 他们这一些 学校要进到台湾 当面临 就是台湾 并没有那么多的学生 的一个基本的 学生来源的缺乏 的话 那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子 应对一个责任 是 好谢谢 我先针对刚刚竞争 我们强调的是 首先 我刚刚已经说过 其实社分校是很贵的 多半人是不会来 社分校 但是社会 我们学院 而且我们认为实际上 这种 金融学院是比较可能 但是呢 这上面来我们强调说 如果他真的会进来 如果是好的 他一定会给我们学校 增加 我讲的竞争力 是增加学校的竞争力 学校竞争力 中有很多面向 也包括他怎样去训练学生 所以我们讲的竞争力 是指学校不是学生本身 但第一个学校 如果他更好 他更贴近社会训练学生 他更能够学用的结果 他是普通的学校 他的不同的托管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讲的竞争力 我们希望引进这样的东西 包括法规松阳本身 他能够创造 就是在这种 学校教育制度上面的活力 事实上 我们当时的东西提出来 我们已经选择了大学 非常有兴趣 他也是因为 我们向国内本身大学 受到很多的法规的限制 不管在于老师的授课 老师能够做什么事情 学生 能收多少学生 收多少学费上多少课 全部都是严格限制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拓张 在跟国外的学校合作 能够创造一些 不同的教育上的模式 如果这上面可以成功 甚至就会反过来 带回来正面的效果 影响国内的学校 我认为长期来看 对我们的教育是有利的 当您提到韩国松岛的例子 这个少子化 其实这上面的例子 如果今天 对台湾的少子化 情况是更严重 我们现在人口降低的情况 包括无运气 到不仅少子化 加上老年化 这上面 如果我们今天真正出现 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算我们今天在提供 教育上这样子的松绑 很可能人家不会任意来 所以他们要如果来 定处为看重的 绝对不只是在看台湾市场而已 就是说 就算 你想 他不会很多外部学校 在新加坡设campus 或设摩托 program 左页点 绝对都在新加坡那六百万的人 就是因为新加坡 作为一个亚洲人才的一个hub 中间他可以去 衔接面对 亚洲附近邻地的国家 同样我们这上面 如果可以起来 台湾的少子化 不应该会成为阻碍 反而是因为 我们开放了 那它成为可以面向亚洲的 一个教育基地 那才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 重点是吸引外部 OK 谢谢主委 我们接下来请 MPOS公益交流站的代表 请 主委好 我是MPOS公益交流站的 代表教育教权家 那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 国际健康这一块的问题 对 那就是这块是 因为他说要 用前店后厂的方式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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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物流 就物流 所以就是这个人的部分 没有这样子 那就有没有估算过说 因为有说那个 示范区 他的就是 一些盈余会 低润比例 他会 示范区的一些 会用特许 对不起 我错了 示范区的一些 就是营收医院这方面 那他会以特许备的方式 回饿健保 那有没有估算说 如果 呃 现在是一个 还是两个是班区 然后会在哪里 那他有没有估算 呃 预收大概 大概会是多少 然后可以依据到 健保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这样 这个因为初期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移 一到两个示范区 那这示范区的那个地点 因为要选择在 呃 到时候交通方便 然后配方县市 然后看看 这个医疗的地区 有这个人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 然后他们要洗 一个国家 比如说 他是不是引进 湖外居民的 比如说像 Mail Clinic 像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居民品牌 合作 所以像这样子的整个 整个program 他要做他要几床 然后他们怎么样 那个 来operation的 所以整个我们会比较说 哪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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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竞争力 从中则优 一到两家 一到两个示范区 来做进行 那至于特许费的那个 收取的方式呢 我们最后会看就是 呃 实际上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 基础来做计算 但是基本上 是一定要收特许费的 那这个特许费呢 是要回馈到 我们的建保 来帮助我们的建保 因为根据西加坡经验 那确实可以来帮助建保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会要求医院呢 要订定一个回馈计划 来对于做偏乡跟弱势的 民众做一个计划 但是目前还不确定 这个特许费的额度 对对对 这个需要 比如说按照这个顾问 这个顾问 这个顾问是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新加坡呢 其实它国人的医疗部分 这个医疗体系所服务呢 只有大概三成左右 七成的医疗资源 是用来服务它的 国际的医疗 所以它的七成的医疗资源 其实为新加坡当地 是带来相当多的一个产值 包含说 对于它邻近 比如说像邻近的国家 或者是甚至吸引一下 阿拉伯国家的民众 能够把他的医疗去服务 代表一些消费 这个部分其实要看看 因为我们的限制 是不是新加坡多的 新加坡的医疗费用是没有上限 那我们的医疗费用 基本上还是按照医疗法的信息 是有一个 比如说需要放卫生局的软件 所以这个部分 就要看整个医院的这个状况 那基本上呢 我们会 以那个特取费的方式 比如说 你达到医疗的多少 我们就来收特取费 那也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不算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 还是我们会有一些数字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医院说BOT的 我们会参考这个医疗来一定 对 已经到了 不好意思 事业已经到了 接下来我们请PTT 國家研究院群的代表发问 哈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是PTT 國家研究院群的答错 我们是PTT 那我们以下就是协助目前正在看直播的PTT网友 那目前整理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一群规划200床是否有明文规定 说明中的限制是否都有明文规定 二 容易的冲击是否有评估报告 哪些种类获利 哪些受害 有无辅导 三 国发会为何不策案修改在送立法院院 二 说什么开封音会 听取意见 但条例内容根本都没有改 四 为什么地院审查还是旧版 而不是修改后的条文 五 扣买条文 像是外籍医生录用资格等 有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制 六 如何判断资金区 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的成效 如果环境变化导致资金区 变得有害裸活 经济自主性 要如何因益 七 如果资金区造成持细效益 是否无限制扩大资金区 八 什么时候改条文送立法院 说一本屁话 九 未来如果有损害我国 国安 或国家利益的事实 是否有煞车机制 煞车机制 是否真的有保障煞车 损害机制 损害评估要怎么做 未来资金区如果真的成功设立 多久可以做一次的整体评估 评估项目 包含什么 十 十 资金区除了中国外 是否有对于其他国家的宣传 十一 如果资金区谈判查到匪 也要如何处理 资金区内 发生不同国家间的商业间谍案 有何法调处理 十二 若开放中资大量进入资金区 一旦中资集体撤资 如何面对 十三 资金区是不是开放大量中国移民 已达到成看中国同意目的 十四 所有相关事前评估报告 是否有强制的公开机制 若有 若有 是否有对策 谢谢 我想这个摆明没有想要现场有可能回答完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 因为变得是说 其实如果都是事后回答的话 这段就比较是气息 如果都是事后回答的话 其实跟直接在网路上提问题 意思是类似的 所以我想我们尽量整理一下 尽量不要 第一个是两百床 有没有明文限制 我先讲我比较大的 我再请调工卫法 我来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有些问题我就很快讲 一个有关国发会 萨根寺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国发会为什么不修改 所以回去再重新来 然后为什么还立法院在成就的版本 这个问题 程序 这纯粹只是争取时效 我们刚刚前都已经报告过 我们这个已经做成了修法的建议 国民党命运党 已经做成了修法动议 送进委员会 只要审查条例 审到这一条 他就必须要看这一条 所以跟回去是一模一样 那程序上 只是因为这个法案 已经到立法院 看起来你在属旧的 但是这个上面 会审到立法案中间 不止我们 还有其他委员 也提了一些修法动议 都会同时考虑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刚才有说明 因为这是我们主动建议 然后国民党党团 协助我们提出修法动议 我们会坚持我们的建议 当作五行队员版本一样的坚持 然后刚刚空白条文 那部分我就跳过去 不太的讲 然后我们后面 我们等一下有些问题 我先保留给魏傅库调文 来说明 但我觉得刚刚有些问题 我想我们留下王山 把我们搞四半圈 搞得好像匪谍片一样 没什么可怕 我们只是想到 这是对国际 不是搞的全部都是在搞匪谍的事情 然后尤其我们重点是西域 国际的投资 包括我们推动这个出来 以后来询问几乎都是国际 反而是上海他们很紧张 希望我们去告诉他们 我们在做什么 希望看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所以这点上有些心结 我们后面在说 我们是否先请魏傅库针对刚刚那个 魏傅库针对刚刚那个 魏傅库针对是200床的问题 有没有明文的限定 限制这个200床的怎么样限制 200床是参照国际的经验 也就是说你200床要进行规模 所以一个要run一个国际医療的医院 大概200床 那更多的话其实不在床处 因为国际医療它吸引人 除了基础以外 其实更多是服务的内涵 那比如说你要吸引阿拉伯德王子 到台湾就医 他们的习惯是经常是全家出动的 而且他们要有一个厨房 因为他们可以助他们可以吃的食物 所以像这一些东西 可能他们就不适合 跟我们的国人的医院一起来做 所以这个200床其实 对不起 所以有没有床数的上限 对我们可以来设床数在那里没有 因为200床上 所以目前是没有床数的上限 对不对 对目前是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去限制 比如说我刚刚所讲的 一到两个区 我们去选它的口温 那通常按照我们的经验是 他通常不愿意开到200床 因为其实越小的话 你设一床 其实你就至少要多少的资金 是 所以在主管情况 会不会因为床数过多而否决 他的program 会 对因为他根本没办法 所以没有明文的限制 但您的意思是说 在审核的时候 会做床 他就会很低分 然后就会被离开 因为你要这么多床数 基本上你就不太可能会有淋漠了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 第一个就先把它提出 那第二个就是讲到外籍意识人员部分 其实我想应该是说外籍意识 比如说我们开放的是 在国外 比如说像美国的医师 他要到台湾来 他没有办法在台湾执行任何的医疗业务 因为他没有去考我们的医师国考 那我们的医师国考都是中文字的 他怎么考得上 即使他在美国是一个哈佛的Professor 教授他也考不上 那我们现在唯一开放就是说 如果他是具有台湾所没有的先进技术 那我们可以邀请像这样子的医师 来这个示范区来做职业 所以他是非常的 Lineaging 非常的少 那同时呢 我们这次也完全没有开放 就不用讲陆寄 连港澳的一群人都没有办法 在这次里面被含瓜进来 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 谢谢您 谢谢您的回答 那我们接下来请 Punknode Punknode的代表 喂 大家好 我是Punknode的编辑制作曲 然后因为Punknode平常关注的是 科技创业的部分 那其实这里面跟科技创业 其实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我们希望知道 因为大家各国都在提倡创业的部分 那希望这个资金区其实 对创业能不能做采放 然后有些方式 那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资金区里面有满满的制造业 那因为制造业的话 目前国际常调物联网 第三波的趋势是物联网 像Google也已经是有两应整合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 这些硬底厂商 制造厂商 如何跟国外的软体 做软体好的厂商 做一个结合 怎么把他们曝光做出去 做一个简单的器械 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大 但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一个有关创业 接着到创新这上面的话 我们当初也有考虑过 它其实不需要放置在某一个特定实体区 事实上国发博 现在已经有一个program 也已经报告过行政院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在做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细节 我们是积极在推动 一个部分还是跟法规松绑有关 我们可以更容易的recruit international talent 还有就算你有新创以后 如果更方便在台湾 可以成立公司 或者一些公司经营上的 现有公司法制限制 我们都已经得到 部会的支持会加以排除 第二个我们希望 我们拥有的博发基金 作为一个配合 吸引International BC来台湾 而且涉及一些不同的skin 鼓励它投资台湾的 Warning Stage的新创试验 同时我们也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区域 要建一个比较大型的cluster 会吸引更多的incubator 跟accelerator进来 我们希望这场做出一个showcase 包括我们加拿大办Femo 办这些东西 是靠政府支持的 加上有国际资金 希望最强调的是国际便捷 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成型的program 我们中文叫做创业拔萃方案 英文叫做Head Start Taiwan 这个已经是在推动的一件工作 在中间我会鼓励的 不是那种一般性的 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不仅是start up 有机会成长到stared up 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可以有机会 开发下一个世代的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model 或 internet app 或这一类的东西 这是我们现在做的 细节的话 如果带你一个留资讯给我 我们可以再跟你联络 我们其实跟很多的央词 entrepreneur都会有联络 在讨论这个事情 应该这么做 包括李开复先生 周先生都在跟我一起合作 帮我们的好 OK 那我们最后一个 网络媒体提问是 Tech Orange 两位请问好 我是Tech Orange的家业 我有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今天整场停下来 因为我刚好最后一个问题了 听到我们就是 政府在沟通资金区的这个内容上面 都是告诉我们就是 这些内容有什么的美好 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就业机会 可是难道没有风险吗 我还是想要知道 即便是利大于弊 我还是想要知道 我还是想要知道 那个弊是什么 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们会牺牲到哪些人的权益 好 谢谢 刚刚有关提到参与 我们现在才一个刚开始 其实我 因为最近代理法院会期 其实我已经请同事同事在安排 我就要去南部 跟大家来看 南部哪一个城市 他愿意也提供 像我们现在跟北市台 北市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们当初在各处找 也在台中到处去问 我们其实有点仿造新加坡 我们不是需要借一个新地方 我们是找一个用过的一个旧地 新加坡那个 它是一栋旧的工厂 改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找到 一个地方 还是先不要 看 所以我们也同时请大家看 他们地方政府 找他们有个这样适合的地方 我们希望是在交通地 还有生活机能 各方面 让这些年轻人 尤其是国际来的人 他觉得上面有适当的功能 他们很愿意集合到那个地方 那是我们现在在这里 所以南部我们并没有排除 只是我们先从北部 北部做好了 北部做好了 我们现在同时在规划 同时再下来 我们就会去询问南部 他有愿意多少 然后这个 第二个是 很多人也都问到这个风险 当然我不能说 我们做一件事情 都可以说我完全没有风险 但是 我今天也请大家想看 我们这个东西并不是说 我们几乎都是希望能够 我经常一看 两十八分钟都牵涉到 我要放掉一些东西 从而你才给我们一些东西 所以 因为我要放掉 必然那个冲击 就一定是有那一个部分 但我们今天这边 几乎没有所谓 放掉 因为这些事情 原来都不在台湾会发生的 如果不透过 法规说 哪些事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也不能说 一定没有 但是这个 我们唯一一看到就是 因为有些调整 包括 可能上 譬如说 你说你成立 有教育团队 如果真的有人来是 非洲新高谈 他可能对国内 需要产生一些压力 类似是这样的东西 你说真的 产生了这种 physical damage 或者说 monetary loss 我觉得那是 limited 但是细节 我们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 以待来调整 甚至你商量说 我们网络媒体的提问这里到目前是完全结束 不过因为现在时间其实还没有超过太多 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现在才超过大概十分钟左右 但是谢谢谢地 那我们现场其实负责直播的媒体 他们当然也都是在现场负责整场的直播 我们也许有一点时间可以让 然后负责直播的媒体是不是也有 也有经过今天的这个沟通会 都有问题想要提问 有吗 您是 直播媒体 是直播媒体的 大家好我们是公民摄影 守护民主阵线 简称生物线 公民摄影 守护民主阵线 简称生物线 哦是 请 我们这里有三个问题想要提问 好 主委您好 这里有三个问题想要请 啊 这边不好意思 那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程序正义的部分 就是您刚刚说就是 呃 没有策案重新再来的原因是因为时效 可是为了节省时间 而不愿意重提修法 这个比较负责 那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没有重提策案 那你们许多提出来的 请国民党提出来的法案 在立法院导致就是大家程序上有非常多的争议 比方说4月28号立法院的呃 委呃 委员会 就是国法会并没有更改其他的法案 就送到那边就要进去審 造成立法院空转 那或者是说今天呢 自己去的朝 朝野立委还是担忧 就是原来提出来这个法案 有些部分只是不足的 那充满问题的这个草案 会被闯关通过 所以造成大家不信任 那最重要的是说 让本党的立委来提修正 这是不是导致行政权主导 民意机关的代表作为呢 那这是行政略权的问题 请您针对这个部分提出解释 那呃 为什么不要重提法案 这个部分就是以上的问题 那第二点是刚刚您提到的国际医疗 国际医疗部分您说呢 在呃 日本或韩国 他们也在推展他们的国际医疗 可是您却没有提到对比台湾 日本跟韩国他们的国际医疗区 是没有开放让他们本国人进去的 那台湾其实并没有剩下这样的限制 那您刚刚说就是 如果有人要选择健保自费的话 我们不用担心 可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在有血汗医疗的问题 那如果是医生选择到资金区的部分 那这部分要怎么防止呢 那您刚刚说就是 我们有两百床的限制 这不会对我们医疗造成太大的负担 可是您之前就是在被询的时候也提到说 如果各个区域要去申请的话 只要他们符合这个资金区就会通过 那今天我们看到张宾新竹台中基隆桃圆 都有提出申请 那如果要的话 是不是医区两百床便利开花呢 那甚至说在花莲区 就是今天傅困奇离他们也有提出 这样的一个想要申请资金区 那如果说今天花莲也开了这样一个两百床 是不是会导致偏向医疗的部分 这请您解释 那最后一个是关于空白授权的问题 我们还是想要请问 这金区说法了许多法条 那在这些订定的法规全权交给行政机关 包含说劳工行政 工作环境 环平公共服务社会结构 这些人权劳工的这些东西 真的可以挑拨立法院单一 只要立法院一次授权 之后全部交给行政机关来做处理吗 这部分我们非常的质疑 这已经导致行政权的自我膨胀 这部分请您解释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问题非常多 我设置的足够来答 首先我回答刚刚提到的程序证明 这上面其实您提到现在两个部分 最主要是说 为什么我不重提 我刚才你解释说这程序 您就质疑说 这个东西值得这样子去这样子做 首先我回答 立法院最近的政治跟我这个东西 其实是没有关系 当立法院和4月28号 大家小姐协商过以后 进入主角审查 那个问题已经不存在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 如果今天 我们真的要再花半年 重新走所有程序 送回来还是这个条文 跟人家提出来 同样去审这个条文 结果不是一样的 但这中间结果不会发生变化 中间下去绕生一圈 结果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们是要达到什么 程序正义 然后这中间 我再说明 有关国际医疗上面 首先那些韩国 那些特区中间 他们跟你讲 我们是有全民健保 所以大家才会担心 什么等国人造不到那边去 他们是没有 所以他们那上面 也无法去限制 什么人进去看病 这我想比较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刚问题 并不是谁可以进去看病 而是医生在本国 我还没 我正要讲这点 我正要讲这点 因为你刚刚听到说 那些韩国人 在师范区 他们就限制他们 本国人可能想 你明有提到这些话 不好意思 我现在提到医生 我没有说 要限制医生 不能到师范区 事实上 卫福部的规划中间 是医生是可以去 但是他就有严格的公使的限制 就是他只能花一定的时间 就是避免健保资源 被他分散掉 对上面的卫福部 是有适当的考虑 然后我刚刚提到的 是不是遍地开花 这上我想 这有点误解 包括我刚刚提到 是类似的彰化 张巴在看的是他的张兵工业区 他心中在想的是 跟台中间结合的 是那方面的制造业 花莲最想争取的是 他的那个花莲港 因为如果花莲港 变成自贸港 类似由交通部管 那他就会变成 事范区中的一部分 那个跟医疗没关系 卫福部规划的医疗中间 不会跑到张兵工业区 设立一个医疗园区 事实上 卫福部刚刚我们报告说 卫福部规划 本来最多就是 医治两处园区 所以他不会有遍地开发 张兵自由经济释放区里面 除了他们有医疗特区 他写的 他想写 但是卫福部的规划中间 是只有一到二区 但是卫福部现在并没有说 他心中已经有成见说 非在这里或非在那里 就是看后来人家怎么去申办 还有 刚刚其实前面有个问题 我们也没办法回 没有机会回答到 大家不要认为说 好 我们说可以申办 原因是我们需要给大家 大家有共同的竞争的机会 不是申请的就一定有 这点我相信 可是因为您之前在被选的时候 提到也是一样的回答 那大家的答复就是说 大家的疑问就是说 那不是申请就一定有 可是您同时也提到说 如果它符合标准 那这个标准今天就是 显然就是漏洞很多 大家这疑虑没有被解答之前 是不是 就是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 这个标准在哪里 所以我们当初一再说明就是说 如果他想变得失败 他本身自己也有一定的条件 就是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事情是不是符合性的优势 那这倒是我们部会中间 会有一个联席审查 对上面来看 部会可能是说 大家都意识有 是 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应该意思有表达 那预后有 再有跟系列讨论 在可能网路上面来处理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 网路媒体 有要 是 请问您是 英大姐您 您可以 如果您有觉得 特别答几个问题 比较重要 想要先 呃 待问或者是 或者是 希望能够 当场回答也可以 现在其实是 您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大家 呃 我觉得现场媒体 在文字方面的 明月不是比较高 那如果有人 觉得自己问题 还没有问 如果我们他需要 政府官员公开的 的话 我的时间 可以Pass啊 因为他有四分钟嘛 所以如果 而且我觉得四分钟 是很大的 四分钟其实就是 很短的时间 连一个正常的问题 叙述其实都不太够用 那我觉得 不要再说什么 四不四分钟 那至少不会是四十分钟 就我们就会有一个 可能也四五分钟 可能 我觉得现在可以Pass 请问 呃 所有的媒体 15秒就好了 请 我需要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 刚刚PTT国家研究院所提出的问题 是刚刚网友在看直播的当下 立刻询问的问题 所以说 这边并不是说 我们说 没有问题 没有错 我这边所表达是说 今天网友在看直播当下 主要是代表达 第二个还需要提的是说 刚才有问题 其他没有问题 推论 有网友推论说 可能不可以换直播 谢谢 OK 我先讲一下 就是 我非常了解PTT的立场 因为网友们提这个问题 PTT不能挑选 他们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网友们提 他一定要带回发问 我非常理解这个立场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绝对不是说 PTT硬要问那么多问题 因为网友就是问了那么多问题 我非常理解 但是在这个 我们时间的限制上 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 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只能事后 尽量 现场尽量处理 那事后 那网友再 在开用什么其他方式 也许下一次 还有些类似的播放 那有关于 冠主持人这件事情 是 那现场有谁要上来主持 其实我 OK 虽然我们已经快结束了 那下一次 大家可以考虑 如果觉得 因为真的是 都会有 都会有下次的 我个人也会有 今天举办的这个过程也会有 那有下次 我们下次会想办 包括把我对人 改进掉这件事情 也会再改进 可能改进范围之内 那 还有没有 我希望 我希望这边可以回答 審查和备查 到底有什么区别的问题 再来是关于 高校完全松绑的问题 希望不要再用那个 作文比赛 再出面回答的方式 希望现场就可以 让大家听到这个答案 我觉得我们问题非常具体 也希望说具体回应 不要用那个愿景式的 空泛论数 谢谢 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法条中间的备查 就是 当我们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他是可以表示意见 如果行政机关在两个月之内 他不做处理的话 那个执法就失离效 可是问题是 那就是立法院 现在的机制中间 要他们的组委 付款才可以有办法去做 要他们的召集委员 把这个东西排进议程里面 才有办法去审 如果说两个月内 为什么是审查 这个备查 你送进立法院 立法院就可以表示意见 他表示意见 行政机关就有责任要去输 这个不一样的事 那如果说现在奉前立法院 都对于 这个资金区条例的 这个第一版 都有这么多意见 那照理您刚刚的 这个论述就是行政机关要改 那你们现在 暴起一个行政机关不改 我等立法院来运作 那请问一下 这是怎么样的问题 是不是跟你这个 审查跟备查 您要求立法院的逻辑 是相产矛盾的 备查那个是 后面的执法的问题 现在立法院 如果这个前头 这个都没有通过 后面根本就没有 那些执法的问题 既然立法院才审到第三条 这个条例要是没有通过 后面你刚刚明提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那我们 难道不能为不存 还没有发生的问题 就进行准备吗 现有的法条制度上 都是我们俯创这个规矩 过去这些法条 都是这么办的 过去这些法条 但是目前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行政机关要求 要那个扩张这个授权 没有 我们刚刚取了几个例 我刚刚都举了法条 食品卫生那个法 包括货义法 产生条例 它的授权的比例 比我们的现在还高 那请问您为什么 跟进步的法律比 要跟落后的法律比 要跟那个空白授权比 产错条例 你也觉得很落后吗 那请问一下 您要 为什么您就觉得是 谢友中一定都是落后的呢 我们为什么不够好的东西比 要跟这些东西比 我们不够好的比 政交法 银行法 这些都是最先进的管理规定 为什么这些东西 我跟它比就是落后了 因为照您的逻辑来讲 你们觉得说 33条的空白授权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 但是33条很低 主要是说 这是在法条中间 那要不要 从头到尾 有这个字眼 所以它跟其他的法条中间 来说 那我们下周 请repeat直播 或者是我们的录影 到时候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说过 那请问一下 还有其他的那个 网路媒体要追问吗 这边这边这边 我自己想问一下 刚才一个问题 就是 刚才有人回答了 我刚刚那个土地 会不会 会被卖掉 然后不受民意机关监督的问题 我们的重点在于 它不受民意机关 意愿的监督 而不是在于它的价格 到底是多还是少 因为如果不受监督 如果来一个二职的县长 他甚至可以随随便便的 把这些土地 全部都卖掉 土地厂商 然后厂商再去炒地皮 然后造成更大的影响 其实它这个是在意的前提 就是说 这个示范区 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刚刚上主委讲的 它的示范区 前提是说 它经过了一些审核 认为说它是可以的 所以它可以成立个示范区的 一个前提下 那它这里面的一个公有土地 那这个公有土地 因为公有土地 基本上 公有土地本来就是应该做公用 那这个示范区 它是为了玄秘如果说 经济上面 它的一个发展 那公有土地 优先做公用 这是合理的 那我们一般 那为什么不能受民意的监督 不是说不能受民意的监督 通常其实我们目前来讲 土地法说要受民意的监督 一般来讲其实只有地方政府 只有地方政府的一个土地 其实我们的国有土地 它是没有受立法院的 我们的国有土地没有 它只有地方 就是说直辖市县市有的土地 或者是乡镇走的土地 它才有送 为什么 因为行政院希望说 这个公有土地 是全民的一个资源 那地方政府它在处理的时候 希望能够受民意机关 以及行政院它的一个监督 确认说这个公有土地 它是有一个公益 公用的时候 是有比较有一个 但或少我问的就是地方政府 对 我问的就是地方政府 对 那 所以地方政府确实是 不会受到地方议会的 他如果没有选25条的话 没有选25条的话 当然他就是不用经过 地方的民意机关的一个同意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为什么不需要 那是因为说 他在示范区 他前提是说 对我们全民是有帮助的状况下 在这个示范区可以成立的一个情形下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公有土地先公用 那它不会以 它是以市价的时候 它不会去损集 这个工产的权益 那在这种情况下 认为说 它不必要再循这个程序 再跑一遍 这个是一个精神的态 所以我想觉得 并不是用原价卖出来 就没有损 就不会损 我想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明确 就是过少 这边提问师认为说 应该要让议会来做决定 对 那这个 政府代表这边回答是 他认为主管机关的审核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不同的落差 那当然之后 我们就 请大家再做论这样 OK 好 谢谢 好 那今天的程序 其实差不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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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还没有 是Book Show啊 有问题可以指教 哪个指数位 哪个人 这位 是不是有电子可以提 电子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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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让我们问一下问题 我们也是有问题 好 那我们尽量简洁好不好 对 对不起 我們先調查一下 您是 UDN TV 電子媒體現場有大概有多少問題想要問 電子媒體我們會後好不好 現在我們等來安排只有網路媒體 都市計畫的程序的問題會在一起 程序您說 都市審議跟區委會 因為這時間已經過了 還有一位您是 對他們網路直播媒體 不好意思 電子媒體我們等會後再一起來安排 我問題非常簡單 因為今天大家有非常多問題 我想兩位主委也感受到就是 他很少去了解跟政府溝通這些事情 那我問題很簡單就是 兩位主委或者是目前的團隊 能不能明確的承諾在近期 在辦類似的就是跟民間直接溝通的這個活動 我沒問題 只要大家願意辦我隨時來 有意思就是說 因為台下有什麼 不要花錢 都會有 都會有 大家說可能 由你這邊協助整理並且承諾近期 快速的打快再回應這件事情 再辦其他程序 主委可以給個期限 近期給個期限 這個時間我等 至少幾個月之內 或是多久之內這樣 我沒辦法講此 一定多少時間再看同仁 包括那種方便那些 我估計一個時候 我估計一個時間再回覆 不會 如果大家還要我來我就來 不要我來 多久前可以回覆 一個禮拜以內嗎 可以 一個禮拜以內 可以把時間算算 包括聯絡 那成功一定會再去辦 今天願意來辦這個 就絕對不會躲任何問題 萬一大家繼續再來問 OK 好 那不好意思 其他的有個 有需要提問的朋友 我們請會後的時候再 再安排來提問 那我們今天 可以講一句話嗎 是 請 其實我想講的是 雖然好像 顯然有下面對我們主持人 不太滿意 我個人覺得主持人非常好 其實我今天 見到主持人 是今天6點15分之前 我也沒見過他 不過我覺得主持人 對於我們 包括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過去提的問題 包括他剛剛追問的問題 他坦白講 讓我非常驚訝 這麼年輕的人 做得這麼好 非常感謝他 來主持這樣的活動 就要被拋了準備 這也沒什麼 很正常 那我們這個 今天未進的所有的問題 大家在網路上去看直播的朋友 都可以到粉絲頁上面去拋大家 包括拋我這樣 都可以 那當然認真的提出問題是更好 我們有更多的討論 廣告有這個王子 請大家把這個記下來 然後 剛剛有 今天我們會有 有影像的紀錄 那所有沒有被回答到的問題 都一定會在粉絲頁上面回答 OK 那 今天這個其實是大家的第一次 對國發會 對政治 對我個人其實是第一次主持 這樣類型的活動 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跟支持 希望未來還會真的成功 我們會一直有這樣的機會 那雖然未來你們就不是我主持 但是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的 繼續的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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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們覺得說這個後遇 要等多久 那你你們現在還站起來 請問一下你們覺得說這個後遇 要等多久 過... 我沒有不能這樣 我太誇張了 你今天落人時間是長期欸 沒有 就是你今天是長期 那請問一下你們覺得說這個後遇 要等多久 那你現在還暫停開放 不暫停開放 那你限縮 你會暫停開放 我還覺得說 你說有限縮 但是你把電線開不起來 就是打開一方面 是吧 沒有在線方面 你不暫停開放 對限縮 是沒有信憑 那你不暫停開放 那你不暫停開放 你不暫停開放 所以你不用跟我解釋 我一定是在跟你解釋 你請在臉上 那我也一直在說 我可以幫我緊排衣服的女孩 一開一點 謝謝 謝謝 你是不是的數分到底是多少 為什麼你是在庫德提出來給我 那我好好我請教育幫我給你 好那教育過期 在哪裡 我請教育過來講 好那多五段時間 我請問一下一個 我們請教育過來說明 那請問你 那你有沒有聯絡 那你有沒有聯絡 有 有沒有聯絡 什麼樣的目標 是不是 我教育你們自己 一起提出總結局 但是我看不到總結局 我們都會解釋 沒有 我在這邊太吵了 我就從頭不提高一點 我可以講 我可以講 我請教育過來 我可以講 你請教育過來 我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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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主力 最終沒有在這裡 我們真的很專心 所以才會說 只要 明天跟家 可能很會 明天跟教育組聯合 真的 看他們 對阿 阿囉 不好意思 前面黑衣服 謝謝 謝謝 幫我拿一下 謝謝 謝謝 咱們教妳 真的嗎 妳是對妳講過 那當然 妳 Dud 妳給我 就大概三片 妳就在我 那天啊 我是不是要跟這個是 不是我要跟家人不講你們 就是希望這樣子 對對對 這樣就是啦 我們一定會跟家人不講 這是什麼 這樣 那我就會會教妳 有没有时间啊 总之呢 鱼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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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好了 我要整个把它弄掉 谢谢你